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研究群的演講的活動 今天很高興恭喜長尾老師 剛剛就跟他聊就知道 他知道說他其實很早就跟民主主很熟悉 那很…就比我更熟悉民主主 剛剛念了最好說應該他來介紹我這樣 長尾老師現在是在台南大學的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習的找手 那他有很多著作是關於台灣韓人的民間信仰 那他也擅長用理工概念來分析民間信仰 那今天我們談的是他用領利經濟的主題來談宗教改革 那我們就很期待他的理想內容 那我們一起組長歡迎他 謝謝 OK 非常謝謝各位 一起組了很多許以外 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 分享一下我們一些故故的想法 我其實一直很想 把我自己一些很不成熟的想法來跟相關的學系的同學們 來互相討論一下 那今天來這裡看到以前的老師們 以前我當助理的時候 這邊就是老師 都能看到 覺得很有親切感 那我接下來就把 因為 今年來有一些 有關於影響的一些事件 有上新聞 那這些新聞都 牽涉到 我自己所講的宗教改革 這個是一個 隨便暫時取一個名字 一個聯格的定義 那基本上從官方的角度來看 官方希望 你對你的心想做一些改變 那我們就暫時把這個肉 是一個宗教改革 那我今天呢 基本上應該是三個部分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第一個部分 我會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關於 台南市的廟會優質化運動 對台南市 因為是一個廟很多的地方 那對台南市來講 帶來一些困擾 這些困擾 牽涉一種政治上的壓力 使得台南市政府 必須要去處理 那這些 所以它提供了所謂的 廟會優質化運動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部分 我就會簡單一下 談一下我今天要使用的 所謂的林立經濟的概念 然後第三部分 就會從林立經濟的這幾個概念 來談 發生在台南市 或者台灣的其他地區 也可能也是同樣的 有一些所謂的宗教改革的問題 那如果從林立經濟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的看法 初步我的看法 或者是什麼 好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台南市所謂的廟會優質化的問題 那 那 台南市 因為 它廟有相當多 有1600多間 威力案有900多間 所以合起來2500間 所以它是 另外呢 所謂的全國的宗教百大景點 台南有14間 那 這麼多的廟 對台南市來講 它的廟會非常頻繁 所以它的噪音啊 對交通或環境衛生的衝擊 很嚴重影響到市民的生活 那 所以呢 呃 台南市民經常 會打一塊去市政府抱怨 那台南市有所謂的市民熱線叫做1999 那1999的投訴裡面呢 廟會活動被投訴的最多 民國100年有198件 民國100年有198件 民國100年有175件 102年有1584件 所以是越來越多 那在網路上 也常常可以看到 很多人大罵特罵 對於那些廟宇活動造成的一些干擾 那所以這個對台南市政府來講 是一個 我剛遇到一個很大的政治上的壓力 他必須要去處理它 那 對市政府來講 他覺得廟宇是自律不足 公權力有貫徹也不夠 所以呢 這麼強的民怨必須要嚴肅地看待它 然後呢 他們期望能夠打造優質的寺廟文化 那這個是 臺南市 所謂的宗教改革的一個原型 是你們代念的 是哪一些現象 是哪一些現象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廟宇活動的時候 那個鞭炮 放到滿地 放完之後呢 就變這樣 造陪 那當然還有深夜 因為廟宇活動 常常弄到門外 對於居民也造成大的干擾 還有交通問題 所以 對於台南市政府來講 幾個問題就是 噪音 大量的垃圾 空氣污染 還有交通阻塞 這些造成很大的靈緣 那市政府基本上 這件事情 由民政局來主導 然後呢 共同消防局 警察局 環保局 一起來這些 廟宇活動的一個 舉定 或者是輔導的方案 那他們定了一些廟宇的相關活動 的一些法律規定 然後呢 除了 處罰之外 他們不用擁有 那具體來講 他有一些具體的措施 第一個是事前管控 那首先他們會掌握 各廟會活動 因為他們有規定 你舉辦廟會要先 根據公所報對 那你如果需要繞境的話 就需要交通 你要申請路權 所以你必須要跟警察局申請 那這樣的話 市政府就可以 立刻掌握到 哪個地方 哪一間廟方活動 然後呢 就開始扶到廟宇 這個規劃交通維持 跟垃圾清理的計畫 然後接著去 照開協調會 那就會把環保消防警察 的人一起會同廟方的人 照開協調會 然後呢 如果需要的話 會特別在對主事者 加強溝通 跟約職的這些談話 那這個就是 所謂的事情溝通協調 那這樣的協調會 我參加過幾次 有時候過程很平順 有時候過程有點火爆 我譬如說有一次在那個 新運太子公 那因為他們的委員裡面 有人就是民意代表 那民意代表就 就比較 立場比較強硬 對於那個 過來歸勸 宣導說 編炮放少一點的 市府官員 就不講此次 就非常窮 不放編炮 算什麼 是算什麼 勞進活動 然後呢 就說 你們放沒關係 我們到時候 罰單奶 交給我 所以這過程有時候 是有點火爆 那這些 像剛剛那樣子 這些協調會 對於這區公主來講 其實負擔蠻重的 因為它非常多 那譬如說 103年 有497件 104年 629件 105年 743件 所以看得出來 配合剛剛那個申訴 是相對 廟會越來越多 然後那個 1999的申訴專線的 定化也越來越多 那個是市前 然後市中呢 當中 當委 有聯合機查 維權 活動當日 會隨 繞進隊伍 機查 然後各局 然後公所 他們會用個 LINE的群組 因為他們會組成 聯合機查 小組 消防環保警察 跟民政局的人 大家組成一個 聯合機查小組 然後用LINE 做成一個群組 隨時可以聯絡 那假如哪個地方有情況的話 就可以 有時候你要取締 自己管取締 因為你 人單事故 因為這發生過後 覺得被人家回歐 那你就趕快 LINE 叫人馬來起來 你再來開單 就比較安全一點 那事後 會有獎勵或處罰 那所謂的獎勵就是 他會表揚 那處罰就是會告發 那這個告發 那這個告發 這個就是 我說LINE群組 就是這東西 他們的這些東西 來掌控整個 尿會的進行過程 那這個也是 他們會在 上當攝影機 就是在那邊錄影 存證 那這個是 那個牌子上面寫 旁邊有聯考 互放鞭炮 這個是 廟會活動之後 清掃街道 這方面目前 他還是都做得還不錯 有些事情是廟方 配合起來是相對容易 有些是相對困難 像這個是相對容易的 好 這個剛剛 這樣過 我剛剛提到說 那個告發 這個告發 因為他所形成的壓力 其實應該沒有很大 因為 這幾個罰則 來自於消防局的法規 環保局的法規 法規的法管 消防局的是比較高 就是因為他會造成危險 所以 15萬元以下 那其他可能 兩萬元 三千到三萬 還有警察局的 就更低的 警察局大概最多三千塊 所以有時候對廟宇來講 其實也不是很大的壓力 這個是關於廟會 帶來的一些困擾 那 除了這些 他們也規定說 廟宇活動的主辦時間 早上七點 大概十點 因為遶境 常常震頭會表演 所以那個時間 有時候不要掌控 常常會超過十點 一超過十點 那個投訴電話就會來 所以市政府 在渡這方面 很頭痛 那另外就是 所謂的指錢減量 這個也是熱門議題 牽涉到現在的環保儀式 那一個比較具體的措施 就是所謂的 主擺指錢 簡單來講就是 把指錢的面額變大 把指錢的量就減少 所以你看左邊的 比較後部一頂 右邊就稍微 就少了一點 右邊就是所謂的主擺的指錢 那這一點 基本上面方很容易配合 很多廟 現在你進去看到的 所謂的指錢 都屬於所謂的主擺 受精這一類的 那為了減少指錢 它另外一種方法 譬如說 叫做以公代資 就是說 你給一個廟方獎 那我 我不買指錢的 那我指錢的錢 一百塊兩百塊 我可以 請廟方幫我捐給 弱勢單位 弱勢團體 然後呢 就換來一張 這種書文 那這書文章就寫出說 我捐錢 來做公的 這樣子 這種叫做以公代金 另外一種呢 就是 靈米代金 就是你也可以 在當場 你不要禁止 你就買一包 米 帶回家去 或者你米 不帶回家 就請廟方幫你 捐給需要的人 或團體 也可以 廟方會收集到一定數量之後 就把他捐贈到一些需要的地方 那這個叫做以公代金 那另外一個測試呢 就是 指錢集中燒 那這個也相對 執行起來 效果也蠻好的 成效蠻好的 不管在廟方 或者在社區 中原普渡的時候 這個指錢集中燒 都還蠻常見的 那在廟裡面的話 指錢集中燒 通常是大型的 捷慶活動的時候 比較常見 平常是沒有的 好 那這些措施 台南市政府 自己覺得 他們這個 功效非常好 而且做了一個統計 我們看上去寫 說他101年到106年 光是那個移工代金 就累計減碳量 達到244公噸 Pm2.5減少397公斤 Pm10減少508公斤 然後呢 指錢集中燒這個措施呢 就 Pm2.5 抑制了13公噸 Pm1018公噸 這個是他自己的計算 然後 然後 逐年 這個 成績是逐年往上 到106年稍微有下降了一點點 那 另外一個 跟這個所謂的環保儀式有關的 就是 所謂一墊一墊 這個成效也蠻好的 現在大多數的廟宇 大概都會是這個樣子 就一個墊 就只有一個墊 以前一個墊進去可能有中間 左右對不對 各城堪 每個城堪 前面都有一個爐 那現在正常只有一個墊子 一個爐 好 那除了這些 廟會的活動 然後環保的問題之外呢 本市政府也 在意的另外一個問題是 所謂的 希望廟宇 能夠進行公益慈善 社會教法的工作 那 每年他也舉辦廟宇的活動 那 另外 市政府有關係的是一個 如何提升廟會文化水平的問題 除了剛剛那些東西之外 這邊的文化水平指的是 廟會裡面那些 祭典儀式 或者文化表演活動 他的內容水平 能夠上升 那 那 最後一個 就是 市政府也很希望把廟宇 放在光光產業的這一環裡面 所以他們 在春節的時候呢 會把廟宇的 各個廟宇的一些活動 放到整體的 南南市的解線活動的規劃裡面 做宣傳 然後在規劃旅遊路線的時候 也把這些廟宇放到旅遊路線裡面 好 以上這些呢 就簡單介紹 台南市政府的一些 我這邊 暫時稱之為 宗教改革的活動 或者宗教改革的運動 那 那 台南市政府 自己的感覺 吃下去 他覺得做得很滿不錯的 所以最近呢 還請那個 天下文化 幫他們吃一本書來 宣揚賴清德市長 在宗教改革的成效 在宗教改革的成效 所以可能不久都可以看到這本書的出版 因為最近正在撰寫 那 以上這些所謂的 從觀光角度來看的 改革的行動 我把它 歸納為五個面向的問題 第一個是牽涉到文明性的問題 第一個是牽涉到文明性的問題 就像剛剛那些 噪音垃圾 交通秩序這些問題 就是希望 要來活動能夠讓現代的 比較文明的生活 能夠互相搭配 第二個問題 我把它叫做公共性的問題 所以剛剛提到那些 官方希望 不只官方 其實民間很多人也很希望 廟裡的資源 能夠用在 文明事務上面 第三個是所謂理性的問題 或是理性化的問題 就希望讓民間性活動 能夠更趨向理性化 好比說 那個 燒香的問題 好 再來是文化性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說 民間信仰 現在被當作是 台灣的重要的傳統文化 或者我稱之為是國家文化 那國家文化的內容 就需要 它能夠精緻一點 畢竟代表國家 所以這方面 當然是政府也蠻看重的 另外是一個產業性的問題 如何把民間信仰 變成一個文化經濟 產業的一部分 所以基本上有五個面向 好 接下來 因為要從 林立經濟來看 這五個面向的問題 所以 我今天應該只談前三個 因為我想時間不夠的 只談前三個 那 所以 我就先把 我要使用的一些 概念 這邊先 跟各位 解數一下 好 我所謂林立經濟 基本上 作為一種 視角 它是由某些概念組成 那如果把它當作一個 現象來看的話 林立經濟 指稱的現象是 圍繞著民間信仰 所進行的各種交換活動 它是包括在廟宇內部的 人跟神之間的交換 也包括 也包括 也指設 尿引外面周遭的那些 商業的或產業的交換活動 那 作為一個視角 它有哪一些概念呢 第一個是 林立生產的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 第二個 我會講的是 林立消費的概念 第三個是 萬事的概念 原本還有一個 比較重大概念是 資本 但今天不用到這個概念 那 用這些 概念來看 前面的那些問題 基本上它牽得到 宗教跟社會的關係 也牽得到 宗教跟文化的關係 那我們 我們以下開始講的話 就能夠理解 好 各位林立生產的概念 我想可能 呃 聽說有些人是很熟悉 有些人可能 不怎麼熟悉 所以我還是 呃 幸福各位 介紹一下 這樣的話 之後在談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些 呃 沟通上的一些 暫礙 好 呃 基本上 這個概念的 基本的前提是 靈異大小是動態的 齁 有一間廟宇 它可以從一個小廟 變成大廟 它也有可能 從一間大廟變小廟 譬如說我們假定 現在的正南宮 是一間大廟 如果有一天 換一個主委 然後他不作為 甚至每年的 什麼八天七夜的 五到幾個鐘都半 應該可以想像 數年之後 他可能會慢慢的 他可能會取代 所以他是一個 靈異動態 那所以 舉辦活動 這些就是人要去做的 所以民間就會很習慣的說 人要沖 神要台 沒有人 神也不可能 所以 那這個概念 就是我所謂的 靈異必須生產 那靈異生產的邏輯呢 就是熱鬧 那熱鬧呢 它具有一個 靈略指標的性質 就是 如果能看到 一個廟宇非常熱鬧 很多人 那 相互領生 那自然 在認知上 那變成一個指標 覺得 這個廟宇 這個生命的靈異很大 那另外 它一個靈異經驗的層次 就是 如果你身在其中 你自然而然 會感受到 視乎 神明是比較靈異的 那 這個熱鬧的概念 我一般 都會把它跟 吐魯幹的那個 大興奮的概念 把它 相比較 那 因為吐魯幹 認為說 這個 神明的力量 人們對神明力量的認知 基本上來自於 人群的 會集 在一次場所裡面的匯集 所產生的一種人本在內心上的感受 那我覺得 認到就是大興樂的概念 在屬於漢文化裡面的特殊的表現 因為可能在不同的宗教 大興樂是以不同的形態來表現出來 土耳幹說 沒有神 人當然不能生存 但如果人不對神進行崇拜 神將會死亡 那有一次我在新竹的一間廟裡面 看到一個嚴格的開頭 寫這麼一段話 我就覺得 那個人是台灣的土耳幹 因為他說 常倫神靠人靈 人靠神品 成非謬 這跟土耳幹的概念 其實照看起來是非常接近 那這裡面傳達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神 就是靈力必須生產 那這個是在新竹縣和梅香 復興春龍勝狗 那時候我看到他去 新竹南莊還是南彎 入場經過 看完前面我就下來看看 剛好看到這一段話 那 所以 公益這個大興樂會熱鬧 基督教裡面有一句話 所謂的 教會以外 別無拯救 所以我常跟 我的基督徒朋友說 你不去教會 我一個姿子就是基督徒 我說你不上教會 你還會有信仰嗎 那原因就是 因為教會 它就是一個集體的場合 這樣會以外別無拯救 那 我就把它代換一下 你今天想要的熱鬧之外 別無靈力 OK 這個也是我這個 靈力生產的概念 那 既然靈力的生產是靠 人群的聚集 資源的匯集 所以靈力的大小 基本上就會等於社會力的大小 就是你能夠匯集多少人力資源 也就是生產多少人力 所以神秘靈力大小 就決定於那個廟宇所在地 或靜音城門 它能夠匯集多少社會力 所以如果是傳統時代的話 廟宇的香火 主要來自於社區內部的話 那變成說靈力大小 決定於社區本身 它的社會力 或經濟力的高低 那 熱鬧 作為一個聯力的生產合集 對於我們後來解釋 或者來理解 剛剛提到那五個現象 它的重要性 那其它重要性 的關鍵在於 以下強的這個地方 就是 熱鬧 當我在 討論報導人的時候 他們會給我 幾種不同類型的解釋 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解釋是說 就是你問他為什麼 熱鬧的時候 熱鬧的情境 這我常常在問這種問題 問不同的人 主事者或一般信徒 男的女的老的年輕 我都會問同樣的問題 那其中一種答案就是 重人音樂一同時 神明界會有靈力 就所謂重其成神 所以重其成神 是一個關鍵的概念 就是 只要人多 大家 一起對那個神 有認同感 請求他 這個神的靈力 就會提升 所以 有一個總幹事 他跟我說 就算石頭 你十個人一百回 給他拜 拜久了 那個石頭 也會變得有靈力 那就這所謂 重其成神的概念 那這個所謂 這個是所謂的 我把它叫做 民間信仰裡面的 那第二條解釋 這個也是很普遍的 就是 熱鬧一些神明會比較歡喜 所以會比較有靈力 這個就是一種取悅神明的概念 就是神明高興 他就會發揮他的靈力 然後就是保佑你 那怎麼樣高興呢 就是熱鬧 神明喜歡熱鬧 所以這個是一個價值觀 那這不僅是我們在對待 實名詞的態度 那其實也是我們在對待 人間的其他人的態度 如果你今天要 朋友有店開張 你要幫他寄一點心理 你就幫他熱鬧 盡量送花籃 帶人去 就讓他熱鬧 所以這個是一個 漢人 民間裡面的一種價值觀 那這個靈力觀跟價值觀 對民間信仰活動的 實踐的形式影響 其實還蠻大的 那第三個解釋呢 盡量是其實 中和前面的兩種 就是說 他說 人都比較輝煌 比較莊嚴 生命比較靈感 其實這個是一個 比較細力感受的問題 就是他主身在一個 熱鬧場合裡面 可能基於靈力觀 可能基於價值觀 他會覺得 比較有信心 所以 熱鬧這個 所謂的 靈力生產邏輯 他就越南了 靈力觀跟價值觀 兩個 面向 那所謂的靈力觀 它 總結起來 關鍵就是所謂的 重慶重慎的概念 那價值觀 就是神明會喜歡 那 熱鬧本身呢 因為他需要人 人群聚集 然後需要很多的錢 那所以呢 他基本上 我把稱之為 他基本上 支援動給活動 他需要人去張羅的 你要近鄉 你要幹嘛 需要人去張羅 那 所以 這種特性呢 就讓靈力 具有了一種 物質性跟經濟性 就在靈力生產上 它具有了一種 物質性跟經濟性 這個是靈力生產的概念 那 接下來我們談 靈力消費 靈力消費 它的基本邏輯 相對 相對 對於剛剛的認到 它的邏輯 就是心 那我從交換的角度來看 人神之間的貫輸 那 人跟神之間 能祈求神明的保佑 付出某些東西 換來神明的靈命的保佑 這個是一種禮物交換 它跟商品交換不太一樣 那 這個禮物交換呢 基本上 信主是以心意來交換靈靈 就是 我 不管是奉獻也好 準備奉品也好 就是表達一個我的心意 我對神明的心意 那我們知道 信義最終是以金錢的形態來出現 因為它會變成公平 或者是你的相有錢 那 因為它是有心 所以它不是一個純粹的金錢的東西 所以它跟商品交換不太一樣 比如說你在 在主要簽相有錢的時候 是隨便你決定的 這個時候你就感染到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心 你的神的 這個 感覺如何 會決定 你會投多少錢 在那個 公德箱裡面 所以它不是一個 精品交換的內盤 那我這邊需要 稍微說明一下這個 心意的構成的問題 就是 心意基本上 我把它區分成 抽象心意跟具體心意 抽象心意是說 明天信仰裡面 本來就是一個 心誠則靈的概念 所以你拜拜的時候 你基本上 心誠則靈 你內心要虔誠 OK 那那個內心 對神明的虔誠的心意 把它叫做 抽象心意 但是通常 人們會以具體的心意 來表達對神明的心意 就是說 不僅只有內心虔誠 而是會換成一個具體的 這個 像金錢勞力這樣東西 就是這個圖寫 靈力 它基本上是用抽象的 心誠則語去跟它交換 OK 可是呢 那最後它會形成一個 以金錢的 具體心意的形式 來表現 那那個 對換率指的是說 抽象心意在化為具體的 金錢勞力的時候 不同的人 會有不同的對換率 決定於個人的 比如經濟的實力 那 這邊有一個 我覺得是 我蠻看重的一個 問題是說 為什麼 明天信仰的心意 總是以具體的 具體心意來表現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重要的問題 為什麼不能停留在抽象的 心誠則語就好了 OK 那我的一個 基本的看法 初步的看法是說 這樣比較容易 比較簡單 就是我拍拍的時候 比較輕鬆一點 不用太嚴肅 因為 對神明來講 神明看到我拿東西出來 他就知道 我其實是很虧 很虔誠的 我不用在拜的時候 還特別聚精會神的 跟神明 好像一定要 非常內心的跟他交流 這個 可能像對其他聰明來講 這就使得你 感覺 比較容易一點 別那麼嚴肅 好 所以跟神明進行禮物交換的時候 交換禮物的價值 最終是以具體心意的形態來表現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些 紙錢 公平 目前我們想要消滅人類的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好 那 那 作為一種 民意消費 如果他是一種禮物交換的話 禮物交換 在不同的受益文化裡面 那個禮物交換的內涵 可能不太相同 比如說如果是這個 毛利人 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禮物的交換內容 庫拉圈的內容 那個東西 可能跟我們 不太一樣 那在漢人的禮物交換裡面 常常接觸到一些 人情面組關係的問題 所以跟神之間 常常也會這樣子 有的人會覺得 我跟這個媽祖婆 這間廟媽祖婆 特別親近 所以我跟他之間 好像 在做這個 我一禮物交換的時候 我可以跟別人不太一樣 那有時候 很多人會說 我要比神明做面子 所以這個交換的時候 會牽到 漢人文化裡面的 那種交換 禮物交換的一些 文化的內涵 所以有時候 我知道有些人會批評 你跟信仰 所謂的功力 用物質來交換 那有時候我覺得 這個批評 稍微簡化了一點 因為其實那個交換裡面 還牽得到 我剛剛這邊講的 就是為了人情面子的關係 我不是吃一個簡單的 我只要什麼的 你還是什麼的 一個交換的問題 它其實是稍微更複雜一點 那民間信仰的這種 禮物交換的形態 如果我們跟基督教 稍微比較一下 就更能夠成天 的確 這個我們熟悉的東西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基督教的基督徒有奉獻 有實力奉獻 有些人會說 那你這個跟民間信仰的 拿貢品 或者商用錢 來換神明保佑 不是很類似嗎 我問了基督徒的人 他們說不一樣 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他說 沒有任何人 有資格給上帝 所謂的奉獻 簡單說就是 上帝很大方 說給你就是給你 但是他也提醒我們 別忘了 這不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 十分之九 十分之一行自動繳回 所以 這跟我們的交換的概念 不一樣 他不是交換的概念 所以我們的 零利消費裡面的具體心意 應該是呈現為人跟錢 你到廟裡去 或者你奉獻有勞動 或者人情有聚集 那這邊就是讓 零利消費 有一個物質性的一面 那不管是零利生產 或者零利消費 有這個物質性的 經濟性的一面 就是今天常常會造成一些 質疑的一些地方 好 那最後我要講一下 零利經濟的 一個 重要的特徵 第一個就是 消費就是生產 零利生產的活動的進行 其實 他同時就是 零利消費活動的進行 或者反過來說 零利消費的同時 就是在生產零利 那第二個很重要的 就是 零利經濟需要完事 沒有完事 這個經濟活動 是沒辦法進行的 這個圖呢 不用看太仔細 基本上 這是一個 信徒 左邊信徒 右邊廟方 隨時信徒進入廟宇之後 一連串活動 的一個描述 下半部 是信徒的行動 上半部 是廟方的行動 這邊這個圖 我簡單的解釋就是說 下面的每一個消費的動作 它的另外一面 就是廟方的生產動作 這個圖的基本的概念 是這樣子 那 我現在都不知其解釋裡面的東西 因為會花時間 那基本的概念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講的是 神聖與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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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不討論它的第一問題 我們就想直覺上 我們會有神聖與世俗的感覺 在民間信仰裡面 我們剛談了靈力的生產 也談了靈力的消費 都看到裡面有物質性 經濟性的一面 金錢的那一面 所以換句話說 對民間信仰運作 世俗是必要的 就是那些錢的目擊 人在其中 經營、規劃、設計 這些所謂世俗性的活動 對於靈力經濟的存在 對於靈力生產 它是必要的 所以 在這個場域裡面 世俗性是必要的 那 重點是 要防止這些世俗的東西 去傷害到那個聖與神聖性 那這一點也是在現在 在宗教改革 或宗教變遷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一點 你可以變一變 適應時代的改變 可是千萬要記住一點就是 那個 世俗性 在怎樣進行廟裡 都要防止它 去傷害到聖與神聖性 那這個房子裡面的關鍵就是 是廣事 廣事的防線不能撤掉 撤掉就會傷害到那個神聖性 那廣事的方式 可以有很多 那我 我列出几个我们常见的西微草的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油箱 我叫香油钱 或添油箱 那这个 当日文法式就是因为 其实香油钱 或者油箱 油箱本身其实就是钱 但是我们不称它为钱 我们称它为油箱 基本上它就是要把 因为钱是世俗的 油箱是神圣的 ok 所以它把 用油箱这个词汇 把钱的担念引盖起来 那随意也是一样 在庙域里面 如果我们规定你要捐200 跟你可以随意捐 那个差别很大 一旦是随意 就会牵扯到说 你觉得你想捐多少 当你想说 我觉得我想捐多少 我就会想到 我觉得这个神女各额 意义符合 我觉得他灵不灵念 我觉得他跟我们关系如何 所以他就不是一个 变成一个世俗的 只是浅的问题 他就会 你不要对庙域里面的东西定价 就会使 身在其中的那些信徒们 感觉到 他必须用心来跟神明做交换 ok 寶贝 就是 妙有主人的神 神意更最大 其中经营者们的各种的规划 是很必需的 比如说 交通路线的规划 然後 邀isa安排 活动举办 都需要人去規劃 因為神自己其實沒辦法決定這些事情 但是不管廟房怎麼規劃的時候 總是會傾施神明 然後透過普悲的行動 把這些人們的設計安排 變成神明的旨意 取得神明的同意 甚至方便直接出兩三個方案 讓神明來選擇 那這都會讓神意 變成在這場域被吐醒出來的神最大 那記事 或是後面的託夢很類似 這個常常聽到 廟裡面要做什麼變革的時候 常常會說託夢 因為神託夢 那因為如果那個是 這個主事者自己的想法 他就比較不具有正常性 至少在這個表面上 如果你能說是神明託夢的話 那就比較具有正常性 那記事是 因為現實上 廟裡如果要酬錯金錢 就必須要舉辦一些法會 之類的活動 那總不能說 廟缺前的時候辦法會 一定會 會用一個說詞 神明有指示 今年我們在做一個祭祀活動 辦一個大法會 那他的另外一面 其實就是說 廟裡需要酬錯金錢 那這裡就是所謂的 透過某一些做法 像水翼啊 像果杯啊 這些初說法 真做法 或者透過某一些說法 譬如說牛腔 譬如說祭祀 譬如說初夢 這些說法 來把 這個運作當中的一些世俗的面 那一面點蓋起來 嗯 這就是這邊說的 透過一些說法做法 將世俗掩飾起來 維護神聖 那這些東西呢 嗯 不只在表面上 嗯 讓場域裡面 喔 的世俗東西 不要常常 在行動為原始上出現 行動為原始上出現 那 他同事以外人的心理上造成 哪一種意識上的 對世俗意識的壓力 那這種對世俗意識的壓力呢 他會牽涉到神機創造的問題 那 這一點我都是簡單說一下就好 如果更多事別人再來解釋 就是說 神機的 所謂的神機 本質上是一個事件 那神機他會稱為事件 只有一個理由 就是有人說 他是神作用的結果 否則的話 現在進入任何的事件 都可能用科學的 或其他世俗性的方法 來做出解釋 所以 存在著兩種 對事件的解釋的方式 一種是 從超自然的層面來解釋它 一種是從科學的 世俗的層面來解釋它 任何事件 這都是可能的 那 那個事件變成神機 就是因為 人們選擇 從超自然的 從神命力量的作用 這個層面來解釋它 所以事件變成神機 所以關鍵在於說 人們為什麼會選擇 從超自然來解釋呢 而且是 可能是一種 習慣的或無意識的 很自然而然的 就選擇從神來解釋 那就切到我剛剛說的 晚世 他製造了一種 對於世俗 以性的一種壓力 這種對世俗以性的壓力 讓成績裡面的 相當於世俗以性 另外另外 我們也稱之為神聖以性 他比較會發揮作用 他就比較容易把事件 解釋成神機 那其他人也比較容易 會去接受 而 不會刻意地從世俗的 那個世俗理性去 去看那個事件 那 所以 總結說起來 靈異經濟的結構就長這樣 就是 消費 又變成生產 兩個邏輯 一個是心意 一個是正好 他中間有一個晚世 因為消費跟生產 都牽涉到物質性的 心意性的裡面 他需要靠晚世 來把它神聖化 這下我們開始用這些概念來談 公共性 文明性跟理性 這三個問題 首先來談公共性的問題 公共性問題 基本上就牽涉到說 很多人關心 宗教資源如何用於社會公益 不只做官方 民間 比如說接觸到一些 台南的一些文史工作者 或者是大學教授 常常跟我抱怨一件事情 他們有些人可能正在做文史工作 或者正在做一些文化創意產業的 為地方做文化創意產業的 這種努力 然後呢 需要一些支柱 就想跟尿裡 求取幫助 可是尿裡常會拒絕 所以他會覺得 抱怨我這些尿裡 完全沒有這種 公共性的概念 就這樣問題呢 我會去問尿裡的人 這邊有一個回答 我覺得是 傳達一些重要的觀點 就是 有一個廟的主委他說 應該說廟宇沒有這種能力 所以當我問他 說廟宇要不要 對於地方發展 靜音的力量的時候 他就說 應該說廟宇沒有這種能力 正常來說 地方要發展 要通過免疫代理 通過市場 那我廟就是政治的比較少 所以對他來講 這個所謂的地方的發展 把資源用在社會公益上面 在社會公益上 他是政治性的失誤 他就算是政治性的失誤 不是廟宇 應該要去負擔的 廟宇要去負擔的是什麼 他比較樂意從他的恥善的事業 所以很多廟其實都會在他的 那個 農民曆上面 廟會發農民曆 上面一定會在最後 除了列他的連格 各種活動之外 除了列一個他的恥善事業的內容 來突進說我們要做慈善事業 那如果你自己看到那種 其實那個慈善事業是很小的 但他還是會把它寫上去 代表我有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如果你看慈善事業的內容 他常常都會具有地方性 比如說發獎學金 金安獎學金 或者捐迷 他都會選個地方上的 屬於他社區之內的 作為對象 那那個金額其實都不大 那所以才會 比如說 一個學者就很生氣說 就這一點錢 你不要那麼多錢 你只能拿著這麼一點點 還把它寫在文憑裡裡面 在那邊睡覺 那關於這一點 我們舉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我覺得這例子很值得大家來思考 就是竹山子南部的例子 我們都知道他每年 不知道多少億在進占 OK 可能是幾十億吧 那 這個竹山子南部有做了一些 照顧地方的事情 我們看一下 他 我小學生 每位學生 每學期補充五千五百塊 國中生 六千 老人會呢 每個老人每年四千 然後呢 獎學金的申請 只要你是高中的 社料理 高中大中以上在的學圈 都可以申請獎學金 然後呢 禮民呢 絕不得指南宮 投保一外寫 每人投保一百萬 那指南宮的信徒 每年 就是他們禮裡面 每年冬午節 中元節 中秋節 過年 這個四個節契 每個節契 每個節契 每一戶 一萬元的補助 那外圍的裏名 就是這個 色料理之外 因為他傳統上 有色料石 裝置他的 信徒放給他 但核心的就是 色料理 其他就是免了一千 那信徒呢 每四年補助出國一次 每次了那五 如果你不出國 他可以領現金 然後呢 凡居住在色料理 霞群的裏名 七十歲以上 每人每年 從他節科令 存今一千 九十歲以上 可以領兩千 那居住在色料理 霞群的裏名 生意補助 每他一萬 死亡上障補助一萬 那如果你是傷病 以診斷出幾個輕重 會給予 數千人的補助 我稍微把它算一下 大體上 每個戶 一年大概可以拿到十萬塊左右 這樣子 我們應該稱讚 紫蘭公非常照顧社區區域 還是要覺得這樣有點怪怪的 那就牽上這個問題 這鬧語的公共性 這公共性 我要先 因為七尾前在這裡 我要先講一下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 跟阿倫好像是有幾個關的 一個便宜 OK 我跟阿倫 一天我剛剛很深入討論這個問題 簡單講就是說 為公眾服務的性質有多大 只是這樣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我們先看看傳統的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傳統 很多社區人會綁號說公司 對不對 以前我的老師 魏鐵姿就寫 以前他現在還在 魏鐵姿 他覺得 那佛母的公司有什麼關係 我學會一直在讀過 一直印象出一顆 是公司的概念 那傳統的公司概念 比較接近 就是一個社區共同體的概念 OK 那 如果是社區共同體的話 我們說如果 比如說 過去 可能 比如說 像我剛剛說 魏傑姐老師講的 海邊 去撈那個 海菜吧 還有那個範圍 財產權算是廟裡的 所以是社區的居民 他有權利去撈那些東西 所以說廟裡的財產 是跟社區居民分享的 OK 所以指南公把他的財產 跟社區居民分享 這樣是不是類似的現象呢 我覺得他相同 好 好 那 我們在相同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如果從 林立經濟角度來看的話 因為林立經濟也有講到生產 那 講到生產 我就 就帶到一點點 馬克思那種批判的概念 就是 如果我們從一個批判角度來看的話 這有所謂生產生理的 剝削的問題 因為參與指南公林立生產的工人 好 這姓德公 是來自於台灣廣大的群眾 不是指南公的 傳統上社區居民 社區居民的林立生產 就是社區居民進行的 他們付出的 可是指南公的情況 現在不是這樣子 他生產林立的人 不停局限於社區 所以就是社區精子 只是非常非常少的部分 大部分是廣大的 更多的勞工朋友 信徒朋友們 那這些人生產出來 如果錢剛好也都 要玩的都 都放在 比如說 信徒來這邊吃麵 免費吃個滷麵什麼的 花完了 那也覺得OK 可是現在是有剩下 而且剩下非常多的錢 這個類似生產生理 剩下很多的錢 剩下很多錢 其實是這些生產 這些工人們 他們貢獻出來的 他把這些貢獻出來的錢 分給自己社區居民內的人 分給自己社區居民內的人 這有點像什麼 如果 所以他的影響是 把社區廟宇 看成是一個社區的 因為是股份公司 股東是誰 就是社區居民 這個股份公司 現在是可以營業的 可以對外營業 傳統的公共體公司 是對內營業 他現在可以對外營業 對外營業的 所得是分給股東們 因為股東就是社區居民 這個邏輯的話 所以他知道 陳南宮做那樣事情 就還滿OK的 因為他在分給股東 但是呢 問題是 陳南宮是一個股份公司嗎 OK 那這個問題怎麼看 假如我們說 跟神秘的交換是禮物交換的話 那 尿米就不是百貨公司 OK 所以他就不是一個商業的公司 所以他不太適合 用商業股份公司的概念 說我是一個股份公司 我營業之後 營業所得分給股東 就 不太適合 那因為他會把 本來是禮物交換的東西 配成一個商品交易的東西 所以這裡有一個 共同體的社區公司 跟營業的股份公司之間的 一種概念上的 差別的問題 就是 如果廟宇把 這個股份公司賺來的錢 當成公司領利所得 然後分類的股東 這就是把信徒當成的商業顧客 把領利當成商品 而且是文創商品 或者文化商品 有時候你就可以感覺到 這樣的一個傾向 廟宇是不是在設計一些 文創商品 或文化商品 來販售 可是 如果 讓信徒感覺到 廟宇其實變成這個股份公司的話 而他們只是顧客 那 就會讓禮物交換裡面 人跟神之間的 除了經濟之間 那個心的關係 禮物交換 才有人情面對 那種 交換了雙方之間的關係的存在 那關係 原來包含 滅在的情感 如果 如果你 白的廟宇 變成 讓信徒覺得 你是一個 保護當顧客的話 那 信徒的廟宇的 神性性的看法 就會開始被削弱了 所以 禮樂 讓人家感覺到 也變成一個股份公司 那 那個 禮物交換的色彩 開始變淡 商品品交換的色彩 開始上升 會影響到 他的廟宇 在信徒心中的 十勝行 那 這個呢 他的 他最終的結果 可能是 對廟宇的發展是不好的 那指南宮目前 有沒有受到這個東西的衝擊呢 我覺得 目前看不到 一定是 一個方法就是 你不要讓人家知道 比如說今天 我們還沒炒之前 有些人並不知道 指南宮 分人 剛剛你要算一下 以免分掉上億的 情別社區 你把它撐掉互數 你就知道 分了多少情別社區 這一般人並不知道 所以那個所謂的商品的印象 沒有在一般的信徒當中 被認知到 那第二個 指南宮可以 避免這種 這種認知行程的方法就是 他可以做一點 公益慈善事業 公益慈善事業是可以宣揚的 然後他分給社區東西 他不宣揚 所以他在信徒的意教裡面 可能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那個股份公司的概念 他可能看到 指南宮捐了多少錢給 哪一次 遞這幫災害 然後捐了錢 大家覺得不錯 不錯 所以這個是 指南宮都要避免說 自己開始被認知 為某種 股份公司的話 當然他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說的兩點 做一些 可以營造傾向的公共服務 然後呢 另外一方面 是掩蓋 他把利潤分給普通的這個事實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 那整個廟宇的經營 都有一個 我們常稱為企業化的傾向 林文平 有些我們常談這個廟宇企業化的問題 然後呢 他說 廟宇企業化 他這個例子也是在台南的廟宇的意思 他說 有時候呢 會拉開廟宇跟社區居民之間的傳統關係 我想這個可能 沒有錯 有時候因為 企業化經營之後 會非常的規範化 或制度化 缺少一些彈性跟人情 那這個可能會 有時候會 把廟宇跟社區居民之間的情感 之後拉開一點 那我覺得另外 一個問題就是 近來廟宇有時候 讓人感覺到有追求利潤的傾向 那除了追求利潤的傾向之外 追求利潤本身其實也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 如果他把這些錢拿來 做一個公共資源來使用 那當然那也不錯 那 當然擔心的是說 像剛剛提到的例子 就是 對於利潤的分配 也開始具有資分主義的剝削特徵 也就是說 大量的生產生也沒有分配的工人 那這樣的話 就會變成是一個問題 那 我就會覺得 應該有的界線是要更清楚 就是 周遭的靈力經濟產業活動 是可以歸社區所有 有指南宮附近 很多商店 賺了很多錢 那OK 歸社區所有 但廟宇內部 因為廟宇外面是商品交換 但廟宇內部是禮物交換 所以外面的歸社區所有很OK 那內部的歸社區所有 可能就會有點 值得去討論 所以我說的 廟宇周遭的靈力經濟活動 是商品交換 但內部的靈力經濟活動 是禮物交換 所以兩整個是它很一樣的 那 我剛剛有提到這一點 禮物交換具有神聖性的風格 都會讓人覺得 被當成的商品交換 會破壞 信徒對甘妙所懷抱的承受感 所以有時候也會聽到 一些人對母親廟宇的批評 就是這樣子 他們讓人感覺到 商品交換的感覺 那這個問題呢 跟管理組織 其實也有很一切的關係 我剛剛說 怎麼樣看待 他是一個 股份公司 還是公共體公司 那 跟管理組織成員 的認知 是有關係的 那 傳統公司 就是 現在有一種廟宇社團化的景象 這是 季偉先說的 我剛剛終於是點頭 你們出門說 就是這樣 那所謂社團化 基本上 他講了很多的解釋 我先舉一個最簡單 就是說 以核心信徒為主 就是 是以幾個核心的人物 來主導這個廟宇的運作 他該怎麼發展 這幾個人在做決定 為了方便性 如果有人還沒看過 季偉先的這篇文章 我就簡單這樣講 你可以大概知道什麼感覺 更詳細的就要去看他的文章 他講得非常的有系統 好 那這樣一個社團化 這樣的社團呢 他基本上還是具有一個地域性 OK 他的地域性表現在兩個層次上 就是委員會的成員具有地域性 地域性 他偶爾會出現一兩個 非社區內的性的委員 因為他常常其實是社區辦公室區的 或者有時候是社區內的人的好朋友 那這種不多 那其中一個原因 我去訪談過程裡面 我感覺到是很多的這些委員們 其實不太願意放手 不想讓他的 因為對他的講是 尿他是有股份的 他不想股份放給別人 也不想讓他外人 所以那個 有些尿在社區 他們的處子商 也要做一個更變更 想要開放給社區外的人來參加的時候 就造成很大的處理 很多人是完全反對的 他不想讓別人來 我們家事實在來一直都是有份的 現在有人歡迎的要進來 不太願意 而且如果廟宇的財產還算多的話 就更不願意放手了 好 比如紫蘭空的社寮旅的居民 會願意說 啊這個 台灣比如說 台北的人 可以去那邊當他們的委員嗎 然後也可以每年分那些東西嗎 不太願意 這個是他的成員會有地域性 第二個是 廟宇會維持一些具有地域性的活動 那這個 我在英文裡面有談到這個問題 就是 他跟他的資源來源地盤的鞏固有關係 比如說 他做教 他要收集資源是 做教是因為做教有地域性 所以他 他必須在這個地域 如果是他地域性的話 他才能夠順利的在這個區域裡面 收到一些 就什麼 Lasbicos那樣的東西 或者是圓禁那樣的東西 所以他這個地盤 他不會讓別人來侵入 讓別人的廟裡 到你的地盤裡面來收圓禁 不會這樣 所以他會辦一些地域性的活動 來呈現 他是這個地域裡面的主廟 以便於他們都鞏固 他那個資源的地盤 那這個是所謂的廟宇社團化 這個社團的性質 那我們再更細點講到成員的問題 成員的素質問題 那現在常常有主要幹部 是商業人士居多 當主委大家要有錢 要有捐錢 所以他常是一個商業成功的人 所以他們也比較會有商業邏輯性的思考 那這些人也常常是一個 那廟宇活動理性化的一個吊腳 因為他們在商業活動裡面 也會進行理性化的思考 那其餘委員呢 常常是素質比較中下的人 那比較中下的人 他是比較地方性的 傳統性的思維 那所以很多變革 會被這些人所主導 比如說去拜訪說 我們要坐車去營造 廟宇能夠配合一下 能不能給個十萬 這些所謂的體育委員就會覺得 剛剛我們什麼事 他們就會比較不喜歡 這個我們看到的是 我對於這個觀眾性問題的一個初步的想法 沒有說非常的有系統 那再來也是初步談一下 我對文明線的一個簡單的想法 那這個文明線的問題 我這邊寫一個字 如何在異地敬拜耶和華 所以當初 這個 猶太在離散的那個時代的時候 就碰到這個問題 他們到了異地去 那如何維持他的信仰 因為異地的整個社會的結構 文化觀念 跟他的宗教之間有很大的隔閡 所以對他們來講 產生一個如何在異地敬拜耶和華的信仰 那Peter Brugger就把這個稱為是一個 事真性的問題 就是 宗教的存在 必須外在的環境 兩者之間是要有一定的 配合 才會讓你的宗教在這個地方 能夠順利的存在 就是外在的社會結構 或思想觀念 跟你的宗教之間 要有一定程度的契合 這個宗教 才能夠在那個地方 取得一個所謂的 事真性 或者叫合理性 的一個存在 好 那這個 所謂文明信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鞭炮啊 空氣污染啊 交通秩序的問題啊 其實我照看起來 就是這樣一個問題 民間信仰 傳統民間信仰 現在到了一個現代社會 現代社會裡面 很多人講求的是環保 講求的是 安靜 講求的是 秩序 傳統民間信仰 跟這個東西之間 有點格格不入 所以這是我稱之間 如何在 異地 這個異地的現代 要如何異地繼續生存下去 那這個問題怎麼看呢 那些鞭炮的活動 基本上 它是一個零力生產活動 而且是一個很重要的 零力生產活動 OK 所以這個文明信的問題 就是牽涉到的是 零力生產的表現形式的問題 或者說大興奮的類型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提到 如果幹大興奮的概念 在不同的社會裡面 在不同文化裡面 它可能是以不同的形式來展現 那在我們愛人 是用熱鬧的形式 那現在這個熱鬧的形式 就遇到了一些 跟現代文明 跟現代文明 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必須生產靈命 然後呢 大興奮的問題 就是 宗教慶典該如何舉辦的問題 也是之前講的 市政府一直在 頭痛的問題 被投訴的問題 那這裡面呢 就先到傳統的宗教觀念 跟現實力 兩個層面的問題 傳統的宗教觀念 就是我們剛剛談的 熱鬧做為一種 零力觀價值觀 就是說 這種其實是熱鬧活動 有不可能被改變呢 我覺得 不是不可能 你只要從零力觀 跟價值觀 兩個層面去看它 就可以知道它 可能性在哪裡 第一個是零力觀 因為零力觀 主要指的是 重氣成神 所以只要能夠人群匯集 基本上就能夠生產靈力 所以我們去匯集 是不是一定要吵吵鬧鬧呢 不一定 OK 我們知道佛教的聚會 你如果去參加 我們參加過佛教聚會 也能夠感覺到 那個靈力的感覺 重點的感覺 可是哪一點都不吵鬧 我也可能感覺到 佛的力量 OK 所以 重氣成神 它不一定要很吵鬧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就是怎麼樣神明會高興 就是我們習慣要認為 神明喜歡吵鬧 喜歡熱鬧 覺得要有面子 就是這種人生頂退的 人啊 香菸牛肉啊 鞭炮啊 鱸骨啊 細斑啊 貪斑 這要匯集起來的人生頂退 我們覺得神明喜歡這樣 那神明真的喜歡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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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邊講 我剛剛提到 中氣成神 是未必要以人生頂退來形式的表現 然後呢 神明喜歡這個問題 我們覺得是這樣子 我們覺得神明喜歡這樣子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呢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呢 其實是因為 其實是因為 其實是要平靈性能用水的形象 因為簡單講 那個神是世俗中的佛舍 我們用我們人的喜好來揣測神的喜好 所以 處身於人情關係病之社會中的人呢 他所想像的神 也只是這樣的神 你看我們 廟宇之間的交陪 我們看到很多的 紫鉗啊 鞭炮啊 交陪的時候 我常常 你要去那間廟給他讚揚 就是要讓那個廟有面子 所以就放很多的鞭炮 上去紫鉗 讓他覺得這些 讓他看得到 聽得到 才會覺得 對這些廟 有做面子給他 那個就是我們人間的人的交際上的思維 我們把這道關係 這道思維 放在一個 我們對神的認知上心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人間的人喜歡這樣 我們可以構思神是喜歡這樣子的 所以 這裡要改變變成說 我們有可能覺得神喜歡的不是這樣子 那這邊讓我想要寫個最後的意思 前面通 那個玄空 是玄空 法師 這講同句話 他說 如果一個人心力善良 自然會上發出道德心香 這樣跟主公最喜歡 神喜歡的東西 不一定要照常罵 OK 所以這裡牽涉的是神喜歡什麼東西的問題 所以行天宗在推行他的東西的時候 事實上 明律觀 他會考慮到 第二個是他會考慮到 神喜歡什麼 因為這就是兩個層面 因為明天信仰的裡面就牽涉這兩個層面 一個是靈異概念 一個是價值的概念 就是怎麼樣重慶成神 一個是神喜歡什麼 所以我覺得行天宗 事實上是有 不管他是有意無意 基本上他也照顧到這兩個層面的問題 待會我們會談一下行天宗的情況 剛剛提到說還有你的現實意義 就是賺情問花情 就是廟宇主聖者 我們知道 你如果在 學會台南 我有訪問過一些業者 有些業者呢 就跟我抱怨說 用廟做生意 有時候很煩 他說廟宇那些人 常常 對他來講 就是 水平不是很OK的 可能有很多 不好留的那種人 所以每次都喝酒 什麼 然後 送錢 回扣 就是說 廟宇呢 他要花錢 那些主事 假設主事們 想要得到一些金錢利益的話 一定要在花錢的過程當中 才會得到那個利益 讓活動 乾營廟或幹嘛 要花錢 花錢的時候他才會得到 比如放鞭炮 鞭炮放兩百萬 放兩百萬是很常見的事情 鞭炮 所以你要花錢 才會有利益 那要花錢當然要先賺錢 對不對 那你看 紫琴跟香索 我們看 一點一點的感覺 是一百塊 還沒什麼 可是紫琴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們校門口 學校附近 大概走五分鐘一間 小的土地公廟 很小 他們一年的賣那個紫錢 多少錢 一千也多少萬 如果是江勤的廟宇 在東區月關帝廟 一千六百萬一年 公是只錢而已 所以他是一個賺錢的 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這廟宇 或者對小拉其中 或許利益的來源 他是一個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所以如果從利益角度來看 他不用利放棄的東西 那鞭炮也一樣 他們鞭炮常常是互相的 比如說這次你有活動 我去給你讚揚 所以我就放了四十萬的鞭炮 現在是那個 葉子哥跟那個 我換我換活動 他就跟那間廟說 等一下上次給你讚揚四十萬 這次要不要還他五十萬 那這當中五十萬 廠商會賺一些錢 一部分請 你會給人家放得忍辱 所以真正念念的利益上的問題 會讓他們拒絕 去動棄這些東西 所以 總結來講 羅賓性的問題 他其實是水的形象的反應 跑了看那個現實的問題 就我剛才講的 中心成神跟大信 可能就是靈力觀 我們提到的時候 其實 中心成神不一定要很草蕩 不一定要很多的 指錢便炮 神力會喜歡的問題 是價值觀的問題 那這個字會有反映到 那個社會當中的人 或那些信徒們 本身的喜好是什麼 如果那群信徒們 本身的喜好不是這種類型的 他心目中的神的形象 可能也就不是這個類型的 或者 廟宇之間的交陪 你看廟宇之間的交陪 就可以反映那一些信徒們 或主事者們 他們的價值觀 他們怎麼交陪的 怎麼樣覺得有面子 他們就會用這個辦法 對待神 所以是那些信徒 或主事者們 人的形象 反映在神的形象上面 而沉添住 他明明性的程度的高低 最後 時間有沒有 有點長 女性的問題 我這邊寫了一句話 宗教作為一種形成性 與依存性的力量 這個 我們可以 這句話 可以回座到 偉伯他 那個資本主義 精神的問題 或者是西方基督教的 理性化的過程 我記得那個 皮特克來講 基督教的理性化的 歷史 他說會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是 宗教本身 它變成一個 內部出發的 進行理性化 而這個理性化的精神 會往外擴散到 社會其他的層面 第二階段 是反過來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所謂的形成性 宗教本身是一個 形成社會 倫理的一個力量 第二個階段 是外部社會的理性化 促成了宗教等知的理性化 這是所謂的 宗教 它變成一個 依存性的力量 它要依賴外部 它要配合外部的狀況 它要依賴外部 它要配合外部的狀況 所以 這個 宗教理性化 它有一個形成性 或者是作為 依存性的 兩種不同的情況 比如說 譬如說 韋伯講的 經教倫理 它可能變成宗教本身的一個 理性化 可能它擴散出來 變成經濟理性 從經濟理性 從經濟理念 擴散到經濟理念 裡面去 那後來經濟理念 層面 變成一個主導性的力量 它可能變成是 擴散到生活裡面的其他人裡面去 或者回過頭來去影響的宗教 就是這樣 那這個關於理性問題 最核心的就是燒香 因為燒香 就牽得到 心誠哲理的問題 也不燒香 那就很講究說 你一定要很虔誠的跟神公公 那為什麼要燒香 為什麼需要子賢 共品 那都不需要 靠內心跟神公公就好 一般聽到的就是這樣的說法 OK 那再來說法 其實也講說 我們跟燒香 這種人跟神溝通的一個意義 那從經濟經濟的角度來看 我是沒有從溝通的角度來看 我不是從溝通的角度來看燒香 我是從管事的角度 也就是說建構 以及維繫身上進行的角度 就是說 這不是否認燒香這個溝通 可是說 我們可以從另外的層面來看 就是燒香其實是應該 就是你去想像 核食 雙手核食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 會想說 啊乾溫啦乾溫啦 你會核食對不對 這是很世俗的一個動作 跟燒香 但燒香是一個很明顯的 透過燒香 你會變成見歸懂神聖劑 你立刻進入一個不同的狀態 所以我說它是一個 晚室突然是一個神聖劑的問題 燒香本身是形成有神聖文為 除了所謂溝通 因為 也許如果你去訪問那個燒香的人 你燒香是不是因為燒香 可以跟神聖劑溝通 他不見得會回答你說 是 他可能自己並不知道 燒香是所謂的具有溝通的意義 他只是覺得要燒香 那我們可以從另外一角度來看 他就是 當他拿起香的時候 他有一種神聖感 他覺得他進入一個另外一個狀態 這是我怎麼樣講的 我們從晚室 從建構神聖性的角度 來看燒香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想說 燒香 你拿這個香 是跟你的神聖性的形成 跟那個虔誠感的形成 是相關的 那 前面其實我們也提到 民間信仰那個獨特的消費邏輯 或信義 它本身就是完事的場落 怎麼說 我剛剛說 新陳哲林其實有點嚴肅 有點辛苦 對不對 但是我信義直接 兼錢 搶口錢 然後共品 神聖的製造法 是對它的經驗的 它比較easy 它比較easy 我就說 民間信仰的實踐活動是比較easy的 如果相較於其他的 至少國個人 留進教會 在教堂裡面的感覺 跟靜廟的感覺 那是比較easy的 那我就看 行念墨的例子 鐵天空不超香 不過呢 它維持收金跟解千 ok 照我看起來 收金跟解千本身 就會讓那個靈魂空間 產生一種神聖性的分為 因為那其實是 如果我們說 從除魅的觀點來看 那是沒有被除掉的魅 收金啊 抽錢解千啊 它還蠻 那個宗教色彩 還是蠻重的 ok 所以 我們如果說 他不超香是個理性化的話 但是他其實 也要透過 來維持收金解千這些活動 在維持他的空間裡面的持正性 那不超香 經常就是說 你跟神明溝通的時候 我借助持香 來見過持正感 那你就變得必須 透過自己內在 內心來迎教持正感 這個我就說 你就不能比較理性化一點 你要用你的心去跟神明溝通 真正去實踐那個 所謂的心誠則靈的動作 就不可以 比較容易一點的 我們就透過 這個 拿一支香起來 神明就知道 我是 我這個 是對祂在跟祂溝通 或者我 拿一支香起來就覺得 好像有種神聖感 那現在你必須 在自己內心營造除聖感 那另外一種 這個可以補救 的方法就是 依愛藏域本身的神聖氛圍 所以我剛剛說 那個收金解鉗 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具有重要性 因為它可以維持 廟與藏域本身的神聖氛圍 有它的功能 所以信徒進去裡面 它和時的時候 至少它周周還是可以感覺到 神聖感染在那邊 紫情跟供品 我覺得跟燒香 是不同性質的東西 紫情供品是禮物交換的問題 那燒香是神聖性的問題 所以這兩個是不同的東西 那行靈光 去除子前 共品 那子前共品 其實是一個心意的概念 那去除子前 共品是 心意以相有錢來表達 你沒有子前共品 那就是天相有錢 所以我覺得它是有點標準化的感覺 如果自己的 你的共品 之前 有時候會有一個個別的差異 那現在大家全都用錢來表達 那有點標準化 標準化 我覺得就開始有理性化的傾向 那去除共品 其實也是去除那種 一般我們覺得共品 本身會沾染一些流力 你吃下去會對你有幫助 那現在變成它會被去除了 那就變成它抽象了 你沒有辦法用具體物質的東西 來跟靈異接觸 就變成你只用抽象的內心 去感覺那個靈異的存在 所以它也是一個自成的運用 需要劑圖 更理性化一點 所以心誠則靈與理性化 心誠則靈是一個潛在的 發展理性化的可能性 就是人生信仰裡面 本來是潛伏著一個 可以理直行理性化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講究心誠則靈 我們可以去除 理論上 可以去除一切 比如說是屬於除媚 要被除掉那些東西 單純的依賴心靈 這是理論上 只不過過去呢 都是以具體心意的 禮物交換方式被實踐 那 呃 剛剛提到 知本人主義精神 跟理性化 然後呢 談到偉博的 所謂的 外在的環境 跟宗教可能之間的 契合度 那 這些都來講說 傳統民間信仰 在碰到一個 社會變遷之後 社會現代化之後 然後社會的 經濟資本主義化之後 那 它之間變成一個 落差 必須被 賢奸彌補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 這樣來看這個所謂的 宗教改革 它基本上就是要 拉近民間信仰的 宗教合理 跟現實世界奴隸之間的距離 那現實世界奴隸裡面有哪些呢 就剛剛提到的 民性啊 理性啊 公共性 這些都是 那如果我們談所謂 資本主義的精神 它可能 偏向個人主義的人 偏向理性主義的人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呃 假如這個改革 要能夠順利的進行 可能就會要進入到 那個地方的 個人主義的 發展的狀況 跟那個地方 無奈群信徒的 理性主義發展的狀況 會有關係 那 接下來 我自己 隨便想想 很粗糙的想法 比如說 都市可能比較個人主義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說 都市可能比較容易 進行所謂的宗教理性化 那 如果神靈的靈驗跟依賴社群 就是說 靈木生產的那一群人 他本身之間的社會連結越高 就越來越依賴社群的話 這個社群中的個人的宗教生活 就越不容易往個人主義的方向發展 那 這種妙語就越容易理性化 那 都市裡面 的 信徒 彼此之間 沒有宗教連帶 所以 正常社群的話 那就比較個人主義式 就比較容易發展理性化 或者 我們說 越是商業化 分圍的地方 越去向理性化的分圍 妙語就比較容易發展理性化 大家那些很簡單的想法 不是很 遵守守慮 就大致地講一下 來給我們講到這邊 報告各位 很多的謝謝 謝謝 陳老師 很多 很豐富很多層次的分析 特別是 對靈力經濟的概念 就是有很完整的介紹 用台灣分析 你今天想的那個宗教改革 我一開始 剛剛這個提摩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宗教改革的四個字 是比較有隱喻的意思 就是用這個 歐洲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來講 這件事 可是聽一下 這分析之後還覺得 還滿有那個民間信仰 基督信教化的那種感覺 就是非物之心 然後強調心 就這種特色 到後面分析 覺得這個趨勢也強烈 那等一下我們的時間 就開放給大家 疲溫跟討論的時間 謝謝 謝謝尾巴胸非常多層次的這個分析 我覺得 我的感覺是八層我都贊成 有一兩層稍微有一點 可能不是覺得有一點可能可以我們再討論的地方 對當然 那我先簡單講 因為東西真的滿多 而且層次滿多 我只抓了一個核心 我認為的核心就是你的東西 然後也許在討論的過程中可能可以再談 就是說我的感覺是 但是如果要你用靈異經濟貫穿你整個分析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其中討論到一個就是 我先回歸到一個民間信仰的一個本質就是心意 你一直在產生那個心意的那個物理 為什麼心意我覺得是在你現在分析裡面的核心 是因為心意代表一個信徒 他如何實踐他自己的宗教行為 他那個動力最重要的來源就在心意 那重點是這個心意有他的詮釋空間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核心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怎麼叫做有詮釋的空間 就是我先講一下我自己的理解 然後也許就回歸到你的討論 就是說其實這個心意的詮釋 就是他可以有非常個人的甚至有一些靈感經驗的人 就像今天早上葉春龍打擊的那些 非常個人性的心意 他可能未必一定要具體化 他可能先下了一個願 然後說我如果怎麼樣 那我就吃素或者是我就怎麼樣之類的 他可以是非常個人私密跟神明之間對話的 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個層面是 當我們在表達心意的時候 有時候會涉及文化性 所謂的文化性就是 當我想表達我的心意的時候 我用的語彙或我用的一些工具 可能會在這個文化當中受限於或受這個影響 例如說我就出多少錢讓你有多少陣口 或者是我就燒多少香 那這個其實是在這個民間信仰的文化裡面 它既有了一種付出的奉獻的概念 而這些奉獻概念它會形成一個 類似一個百寶箱 那我個人可能 因為我個人比較偏好拿百寶箱當中的某幾項 所以我就會選那個 當作我的心意的表達 那這個部分就比較容易受制於文化特質 然後把它限制住了 它就會朝這個方向下 所以我認為第一個層次是非常個人化 它也許完全跳過文化脈絡 它可能是有可能個人的感應所 所謂表達心意的方式 也有受制於文化性的 還有第三個層次是我覺得你現在提到 最接近你現在講的就是現代條件 所謂的現代條件就是包含物質的 包含溝通環境的變化Line可以用 然後還有一些鞭炮的 而且特殊的鞭炮形式之類的 這種固執性的還有這種廟宇的經營文化 廟宇的經營文化這個部分之所以重要是因為 其實這也是我一直我在強調的就是說 一些廟它不是不利看待 它廟跟廟之間會有關係 那這個關係之間它就會有廟宇之間關係的那種 互動出來的一種慣例 就像浮城有它浮城特殊的廟宇互動的交配關係 在其他地方可能不會有 那這些地 這個部分有一點像是說 當它今天要經營到在這個廟宇場域中 它覺得是有 是一個它 它可能要做的事情在雲林嘉義地區 跟在台南地區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雲林嘉義地區或者是台中 它可能要的是香火 可是浮城它可能要的不是香火 它要的是一個格調或者是一個地位 那這個地位的經營它有它經營的手法 但是隨著時代變遷 似乎這種廟宇經營的條件不斷變化的時候 它為了追求格調 它所需要關注的物質條件或者是做法不太一樣 那雲林嘉義地區的做法 跟台南地區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可是這個地方就非常接近你現在講的 包含理性化的這個成分 就是說今天廟宇當它要追求 某一些廟宇互動當中的一個地位的時候 它會在它自己的那個地域環境當中 它認為它應該重視什麼 它如果文化性不夠它可能要的是香火 那這時候它會去朝你剛才講的那種比較 就是算是禮物交換式的讓我的香火 能夠往的各種所謂的那種廟宇經濟的那種模式去走 可是浮城它會有它自己另外的走法 然後我的感覺就是說這中間的複雜度 這個理性化它可能還可以更豐富一點 它未必一定是那麼單純的只是標準化而已 它可能還有其他結合當地文化 它因此所產生的這些過程 那所以我的感覺就是說 我覺得你的研究的部分蠻能套在符合現代條件 就像你剛才講異地嘛 異地你把設定就是現代 那可是如果扣緊這個心意的這個力量來看的話 我覺得那個文化性還有那個個人的很多很特殊的這種心意表達 是不是都可以用晚世這個概念來詮釋 我就尤其是在個人層面 我就會比較有問號了 因為那個晚世它是一個社會行為 就像你說它是一個社會利益 社會交換的過程 但是有很多個人比較屬於私人跟神明之間的 這種心意的表達 它其實不太需要有這種好像有第三者 我必須有晚世的這樣一個過程 所以我的感覺是你講這個只是一個條件設定 我覺得你講的蠻適合在談現代條件變化過程當中 廟與經營的這個過程 但是似乎在民間信仰場域當中 似乎不只有這個部分 還有其他這個部分 那這個概念的適用性是不是可以擴大 擴大到這個其他面向 這一點我就覺得需要再商榷一下 這就是我的理解 我覺得我先聽說講的沒有錯 就是因為不同視角一定是只能看到五個層面 那的確譬如說很多人可能因為奔馳這些某種默契 那可能連連的去繞境走得很辛苦 那這些表現情勢 的確是跟我剛講的東西太一樣 那剛剛講的廟祭 要為怎麼樣去進行跟別人的禮物交換 或者說在這個廟祭場域裡面獲得他自己的屁會 的確那個形式也是 像剛剛有先兇獎的話 是十分不太一樣 比如說有些廟也覺得 我能夠辦研討會好像很了不起 很有面子 因為別人說你那個水準比較好 所以那個的確會有些不一樣的地方 那 所以 我剛剛講到的是說 有些面向的確 這個我自己很清楚 有些問題已經不是領域經濟 這個概念可以去討論個問題 我自己都很想去專門另屁專長去討論 就把一個經濟放掉 然後去看那個禁箱經驗的問題 因為我有些學生也很喜歡去禁箱 或者他不是禁箱 他就喜歡徒步繞臺灣 每年走一小段一小段 那裡面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都是很值得探討的 尤其現在神明的繞境禁箱 活動越大越大 像白沙土人現在有提起之罪 那裡面的東西我覺得是很值得探討 而那個可能不是領域經濟的概念 在裡面 尤其是信徒經驗的部分 是沒到這個概念去進行其他 如果說廟宇經濟也許 某些地方可以用領域經濟來進行其他 沒有錯 那所以的確 我其實沒有辦法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 齊老師講的這麼多 有些東西是 我也沒辦法 能夠一下子放進腦袭裡面 然後帶回去好好思考 因為的確是很多 很多的限制 某種角度 某種所謂的視角 能夠看到的面向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比較多 不同的視角來看待 目前台灣社會的 民間信仰的各種議題 大家一起來 比如說人類學界或社會學界 可以對於相關的議題 因為其實不常看到 我們相關的學者 在霸凳暢時上發表的看法 比如說行政工技場問題 我搜尋一下 會上當我們認識 或社會學者在講 看到中文系的 在談這個問題 所以也許我們大家過場 會好像就可以 表演一些我們自己的 中文學生觀點出發的一些想法 大家如果多交流 多討論 我想也有幫助 我今天來就很希望聽到 我自己都沒想到的那些想法 但剛剛有先充滿 是我自己可以 沒完全去想到的 好 謝謝 謝謝我給大家 很豐富的報告 其實我們做朋友很久 第一次很晚只能聽到 還蠻複雜的 超出我能夠應用的那個 對 不然還很欣賞的那個架構 建構 好像今天是下集 上集是早上葉村長 明天現在就是 不是誰 下集就會講這個 他講的例是什麼例 例啊 因為是傳統本來沒用 他跟你發生力量 包括風水八卦都是例 明天上本質是例 這個下集講 大眾宗教是這個理念的 生產的問題 很多 我同意很多韋先 剛剛講的一些議題 其實問題好多 那我 我先挑挑看看 看有沒有辦法 聽起來 沒有 我的問題好多 想要給你請教 想要給你請教 對對對 看 一個一個是 其實明信仰他一直在改革 其實從 從敵人前開始在改革 他們並在改革 那時候是零次 那他概念完全不一樣 那零次是 其實皇帝也在拜神 地板也在拜神 可是他從政學去一端 康熙講的話 就是他有一個比較 所謂儒家精神的那樣的東西 可是皇帝想的 跟獨家之分子 想的就不一樣 獨家之分子非常積極 變成本位主義的人 從那邊要倒毀 變成學校 那這改革過去 他沒有成功過 就是說他倒毀了 過了一天 在旁邊隔一 十公里 又跑一個大廟出來 其實他是 可是這一次可能會成功 這一次改革可能會成功 因為我兒子經過每次我們講 要煙紅 煙紅 鳥都說 環保救地球 環保救地球 只要這樣 可以 對啊 這次改革說都市化也好 這個是很迫切 人類生存的環境的一個 一個那個 一個迫切都擺在那邊 它不是一個虛構的 不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是一個生存環境的挑戰 大家在你見過這個民間信仰 你強調的熱鬧這個部分 可是那個另外一部分 就像早期建工說 熱鬧很好看 熱鬧可能是 你講的大興奮 collective affairs 好看是 原本書 David Johnson講 sacrifice and spectacular 廟蓋得很大 車城土地公廟 他蓋得很大 下回就會忘了 廟蓋得很大 然後一次辦好漂亮 請最有錢的陳龍勝來做道士 所以這個事 好像是另外一面 就是說它不是人 它是那個 那種好看 sacrifice and spectacular 那種花花綠綠的 跟佛教這樣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 民眾宗教 這個靈業宣講 是民眾宗教 它地方的層次 可是它這個靈業很複雜 有時候我們習慣講 有一個歷史一海 這是一個廟改走了法國人 法國人 當然那個淡水 那個官路的那個王祖廟 就變得很有靈業 它歷史上它有一個 這個問題 怎麼放棄 再來官方 你說官方全是負面的 不見得 因為老舍大帝都被 黃帝側封以後 他還一直分鄉一大堆 之前他可能就是 一個老舍大帝的廟 也沒有分鄉 他有分鄉一大堆 他有分鄉一大堆 就來將火就變得很旺 就那個 那個 假設把之前 皇帝的側封官方的 那個地位位置 跟那個歷史 他在歷史上的攻擊 地方的 跟歷史的攻擊 拿進來以後 他就變得更複雜 所以他跟文明西之間的 衝突也許變得那麼大 他的改革本身 跟過去的歷史上 很多這種 他如果有皇帝的稱呼 看起來是去神聖化 去那個 大眾性的東西 可是他也可能 他會增加靈驗 這個因素加起來 去考慮 靈驗的構成特質的時候 他就去跟 現在性的改革 或者是他地方的創造力 靈力創造力 就沒那麼大 就比較複雜 再來說 你提到有一段就是說 靈力 為什麼要靈力 靈力必須生產 我有點 我覺得可以 因為你說沒有神 突然講 沒有神 人就不能生存 然後 神就 當然沒有人就沒有神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靈力是什麼 一個純粹的靈力 純粹的力量 人一定要靠靈力的存在 人才 那西方的概念是 神創造人 可是東方這個宇宙是自我生成的 他可能不需要神創造人 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靈力到底是什麼東西 像我們選舉的時候 政治人物一大堆都去拜廟 那它是可以轉換成象徵資本 它不是一個純靈力 它是在我們的社會 我們像韋先生講的那個 文化裡面去界定那個東西 覺得有必要 像我們的文化裡面 可能會界定那個政治的信任度 或什麼 通過靈力那個 民間信仰產業去界定 才會產生象徵資本 它在我們的民間信仰產業 它那個 它那個靈力的輸出 有一種象徵資本的功能 也許家裡選舉 文化變了 選舉不需要去走廟 那地方的民業就不需要那種東西 就是 這之間的 你所謂的靈力必須生產的概念 可以再多講一點 或在文化裡面的面向 謝謝 先暫時告一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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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個 文貴兄講 比較偏向靈力基因本身的概念的問題 那你剛剛講那個奇觀的 那個問題 從我的角度 我是把它看成跟熱鬧是一樣的 它是一個熱鬧的元素 我是這樣理解的 我是自己把它 你把妙道很大 對不對 你製作很漂亮 它本身是熱鬧的一個一項元素 我是這樣去 對我來講 我是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那 你剛剛提到像那個 皇帝的赤峰這個問題 我剛剛提到說 今天要講的 文貴經濟概念 文貴兄提到 這是資本 我是用資本概念來理解這些東西 就是說 你文貴要生產 可是 為什麼你的生產率比較大 我生產率比較小 除了說你人口多之外 你的經濟概念之外 另外一個是你的資本 因為其實人口也是資本 進入了資本的多寡 資本量 以及資本類型 那資本也有不同的類型 剛剛講的皇帝的封刺 在我的使用的概念裡面 我發現文化資本 所謂的資本 基本定義就是 它可以拿來進行資源動員的 有那個資源動員力的東西 就叫做資本 所以一個皇帝的風刺 譬如說 今天台南市 興濟公 一直在稱說 他在清代的時候是四點 有些人都不是 他正那個四點 就是 他是一個文化資本 這個資本 可以讓他動員 更具吸引力 在廟期之間 地位更高 所以他是一個文化資本 他是一個 變得是靈力生產的一部分 那廟宇之間 譬如說 洛文貼厚宮 跟福神聖廟 他們就在增 一項活化資本 那這個就是 哪一間廟 是鄭文光登陸時候的 那間廟 因為你增到這個資本 你就可以進行 很有效率的 倫力生產 所以我會把 人學修法 講的那個 關於皇帝的東西 我會放到 他是一個資本 你用了資本之後 尤其你懂得使用它 你就可以進行 有效的 領域生產 而且 以現在來講 市政府也很喜歡 你去跟歷史長 治安關聯性 因為他會讓 那些這些廟 我剛才講的 文化性提高 然後變成是一個 經濟性的資本 變成地方發展經濟的一個資源 所以他跟隨文明性 就完全不衝突 他反而是文明性的一部分 所以對很多廟業來講 他很喜歡追逐的東西 可是呢 不是每一間廟裡 都能夠有利 有辦法追逐到這個東西 因為它需要歷史 對不對 而且一定成都的真實的歷史 那我最近有一天文章 是通在文化研究 其實有談到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文化資本本身 事實上在廟裡之間 造成那種公平 就有些廟裡 因為什麼樣的資本 或者說怎麼樣的廟裡 的廟會形式 或者表演形式 會得到官方的欣賞 那個是品味問題 就是官方的品味 會透過補助的方式 去影響到民間廟裡的品味 那這裡面我這個用了 像我剛剛說的 批判的角度 就是布迪爾 這個布迪爾文化資本概念裡面 其實帶有布迪爾批判的意味 就是因為那個批判的角度 的關鍵就在於說 文化資本的品味 是由上面的人確定的 那所以 關於這個 剛剛的揭修提到那些東西 它跟林立生產店的關係 我覺得是 我個人是用資本的概念去把它放到 林立經濟的架構裡面來 那另外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需要林立做什麼 OK 我剛剛有時候把圖和飯 跟台灣的那些廟人做比較 或者把除了教會之外 給我等就 跟任好之外 沒有林立做比較 那不是 那是一個 就是 林立 不完全相信 我們 我們 人當然不是沒有林立就會死亡 但是 那個 言格上寫說 常文 人靠神 平 人靠神明 得到平安 這是傳統世衛時代裡面的一個生活的 處境就是這樣子的 他們需要神帶給他平安 可是神靠人靈 就是神要人去幫忙他 他才會有林立 所以這裡的 林立的概念應該跟 基督教的 上帝那個林立概念應該是不一樣的 因為上帝那是一個全能的力量 創造宇宙世界的 但我們林立信仰的 神明靈力的概念 我想實在不是這種概念 他們有一個創始的概念 也沒有一個全能的概念 沒有 而且 我們的生命其實還非常能格化 對不對 能力是有限的 不同的神 他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想 這是 所以不太一樣 但是因為我也沒有仔細 因為我也不是基督教專家 也沒有真的像 那些兄弟道去 很仔細地深入去思考 比較這兩者的分子上的差異 但我跟你講 他是有差異的 對 這個 以上 剛剛我晚到是因為跟同學討論 所以可以一點點先帶到那邊 就是說你剛剛說那個辦活動的品位 由上如麵的來決定 那這位同學他寫的就是有一些廟裡 他拒絕官方的補助 因為他自己的品位跟官方不一樣 所以類似這個 聽著 好 那就結束 我不是要問這個 我是想到說你的晚事啦 因為你沒有交代你的晚事的人文 因為你跟著哪個學者 所以我是想到你的晚事有好多層面 一個是文化的晚事 一個是自我的晚事 可以牽涉到名利為什麼一定要生產 為什麼必須生產 如果那個晚事是可以 除了文化還有自我的晚事 人類自我的晚事 那就靈力為什麼一定要生產 因為人類要活下去 他一定要有宗教 所以靈力也可以擴大一點 就是神明就是宗教 就像那個Gordelius他說的 為什麼有一些有錢人 他不直接把錢拿出來 怎麼造僑父母 他要當作那個捐獻從廟裡面 然後廟裡面再去造僑父母 他就是透過一個這樣 那個有錢人覺得 我才不願意把我的錢平白 我好不容易賺來 辛苦賺來的錢 我平白就拿去造僑父母 那不是應該政府做的事嗎 我為什麼要做 可是你讓他捐到廟裡面 廟裡面拿去造僑父母 這個有錢人他很願意 那這個就是一種晚事 所以我還不知道你的晚事 有幾個層面 我意思是說你還可以做的 他弄得更細一點 文化的晚事當然如你所說 我剛剛說的什麼寶貝 你列了我們一個晚事 燒香香有錢那個 那如果是自我的晚事 那道士也是晚事神像 所有宗教的一切都是一套晚事 因為都是人需要 他本來可以有足跡生活的透明 但是這個就人跟 這是人的本質嗎還是 他是要透過一個自我的晚事 他做什麼事他都有一個晚事 這樣子他我那個可能到心裡學什麼 我不知道 那就如果再拿來說那個香 因為我寫了一點香的文章 你剛剛說香跟那個子晴跟供品不一樣 子晴供品是以物交換 那香比較是一種營造那個神聖感 不過我們知道神聖感通常 這個詞比較好像是說是良器神明的 但是我們知道香也可以拿來敗文 譬如車禍的現場 如果一判斷那個車禍的人死了 他們馬上弄一天香上去 那就區別了 區別了那個車禍是死的人還是沒死的 也就是說那根香一白 那肯定它死不了的 而且是鬼 或者在很多那個敗鬼的場 所以我意思是說 所以我在我的文章是寫說 香它是可以塑造營造一種他界 這是boundary crossing 不同的boundary 從我們這個世界 我們這個名稱它世主也好 另外一個是他界 那那個他界就不一定神聖感 因為他可以是鬼 他可以是祖先 他可以是其他任何的摩西納 和李美容講的摩西納也好 所以是不是香 我的意思是說不只是神聖感 然後香也有一些情況之下 它是公平 香本身就是公平 所以你剛剛區別說紙錢跟共平 它比較是禮物交換 那可是真的民間信長 有時候很複雜就是這樣 你訪問不同的時候 情況不同 什麼報導人不同 什麼 那個儀式的進行場合不同 可能會有不同的答案出來 然後我就對那個禮物交換這個詞 還是很不願意接受 因為這個禮物交換一直是西洋的人類學家 他去非西洋的社會 然後他因為他不信那一套信仰 所以他看到表面是禮物在交換 可是如果我們接受剛剛基督徒說 上帝是全能我們只能給他東西 我們只是 他只是用來提醒我們這些東西 不是我們的我們交回去百分之十 百分之多少 如果我們接受那個是Amic 是基督徒Amic的說法的話 而不是用了那學家的禮物交換擺上去 那我們也同樣接受民間信仰的Amic的說法的話 他們不會用禮物交換這個詞對不對 他們在給在燒紙錢 燒香還有那個給供品的時候 他們也不會說禮物交換 不然有的人給那麼多供品 但是他求的並不是真的對價 沒有 我意思是說那很難有個對價 就像他剛剛也提到 那個不一定是真的有對價 就是說我拿兩個橘子來 然後我求你什麼跟我殺一頭豬公來 然後我求什麼 就是他不是那麼明顯的在跟神明交換什麼 如果我們問當事人的話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接受基督徒那樣說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詞禮物交換套到明天信仰 因為明天信仰的信譜他不會那樣說的 神明也不會要你那兩個橘子 你拿兩個橘子跟殺一個豬公 神明不會因為你兩個橘子跟豬公 然後他給你對價的那個保佑 應該也不是你找禮物交換 可是我一直覺得 就是人類學家用了這個詞 早期的人類學家 所以我一直不喜歡用那個詞 好 謝謝各位老師 謝謝張詢老師的意見 對我而言我覺得比較簡單的問題先回答 因為剛剛那個萬一擺鬼 我覺得 我可能張詢老師那天很難跟太久 忘記了 他真的受到他界 其實跟我講說那個 受到神聖性的概念 我的想法是跟老徒是一樣的 對我的鬼 拜鬼也是一個神聖 神聖是相對於世俗 不是世俗的東西就是要有神聖 所以他不是神 寶哥也是鬼 那這個是我的使用神聖世俗的想法 是怎樣 所以 相一拿起來就進入一個 我剛剛說進入一個神聖感 其實是跟素材一個他界來講 我覺得 有一點 異曲圖工的那個味道 哇 回去掉吧 真的亂看一次 這次準備其實有點充滿 因為我剛剛聽到我兒子 那些把靈魯 然後 香粉絲也的共品 沒有錯 那 所以 當香會被叫做共品的時候 對我而言 我就把他放到禮物交換的邏輯來看他 那當香不是為了世俗的共品 而是拿來一個 一支香 拿來 在你在跟神明提取的時候 使用的時候 那我就把他 跟之前的禮物的概念分開來 因為他是一個 受到神聖感的一個媒介 這就是說 受到他界的一個媒介 所以拿起來的見諾力 要有他界 或者是把他放在箭上 脈絡下來看他 所以香粉絲可能會存在不同的脈絡裡面 那 那 這個 關於 禮物交換 適不適合用來 看民間信仰 的確 其實 像我剛說 李毅聖燦的概念 其實他也不是一個 民間的說詞 民間的說詞 可能講的是說 這個 人要裝 誰要抬 或者說 沒有人神力 沒辦法發揮 這樣一個詞彙 那 我本來的李毅聖燦 其實就是一個 研究者給他概念 那 我們跟神明之間 譬如說 兩顆橘子 揮一頭出空 的確神明可能是 不在意的 你們都不在意 他可能不在意 物質的多垮 但是我想再一個 身體給個人 我剛才提到 其實禮物交 這個消費 靈力消費的邏輯 這個心意 對我而言 他本身是一種 晚事的產物 就是 讓你的信仰 比較easy 就是我可以 比較簡單的 用兩顆橘子 揮一支 珠公 就讓神明知道 我真的也很虔誠 所以我說 他其實是一個 晚事的作用 那晚事就是說 我可能其實 我可能其實 沒有辦法用心的 跟你提醒 可是 我用這個 兩顆橘子 一支珠公 就掩蓋了 我的 沒有那麼用心 可是我 而表達出 我的虔誠 來明明出來 那用心不是說 我真的不虔誠 而是說 我就說 因為本質上 你竟然就是 比較easy一點 沒有那麼嚴肅 沒有什麼 一定要 跪在神明面前 然後 祷告很久 他沒有這樣子 他要你用一些 我剛剛說的 我一些外在的行為 就可以 要代表你的內在的潔誠 所以 剛剛 張琳老師講到 那個晚事的概念 是不是可以把它 再更深入 讓它可以 用在更多的事情上面 我是覺得 的確 我有時候常看一些 一些新聞 就是想到晚事的概念 可是有時候 我就是還沒有辦法 想清楚說 因為我自己 對晚事已經做了 一個比較 嚴格的定義 那個定義 我覺得有點限制住 我的 就是說 他晚事是掩飾住 某一些 是什麼層面 來維護神聖性 來個面 這樣的定義 我覺得有點限制住 我自己 所以 如果給我 晚事把它更擴大一點 我記得我第一次 十年前 我還在 那個 張茂貴老師那邊 做博士後的時候 他聽到晚事的概念 他理解就非常直接 他的理解就是 一個轉換 一個切換 他就是這樣理解他的 沒有像我媽講的 什麼 四十五啊 三十那種 那就是一個切換 所以 的確 張茂貴老師這樣講 你覺得好像可以再 對晚事的概念 再好好的想一想 因為某些概念 某些現象師 其實可以用晚事的概念 來理解他 怎麼樣 他的概念 變得說 他的可用性更大 這樣子 因為 我一種理論 那種視條就是 有一定的適用範圍 有辦法設法到那麼多 更 可以解釋的東西 更多一點 可能就是要 繼續要去努力的 我的目標 那另外一方面 去認知到他的局限性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我 我就很 因為我自己想的時候 都會覺得沒有錯 這樣解釋很好 我就會想說 今天來這個 立大人跟我講說 不同 像剛剛 鄧傑兄說 我問題很多 我都問題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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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理解到自己的局限性 所以 以後 希望有機會 再跟 再度跟老師們 或是我們的同輩們 或是我們的同輩們 不多的能夠溝通 幫助自己的腦筋 可以轉得更通順一點 有時候腦筋轉不過來 沒有刺激就轉不動 你進步很多了 謝謝 你開中學院以後 我覺得進步很多 老師的稱讚就是 我會補充一下自己這一點 就是說那個 其實往事這個概念 我是覺得是滿有創意的一個概念 我還記得你好 在伯論 我看過你伯論 有講說有兩個真理 我忘記那個脈絡了 但是至少跟我自己在做明天宗教 一直也有這種 我自己在寫我自己的東西的時候 我也感受到這樣子 然後看完你論文 你也發現這個問題 就是說一件事情 它可以有世俗的解釋跟神聖的解釋 那事實上是兩個真理 那事實上我的感覺是 你這個管事概念 似乎可以套在這個第一下裡 也就是說有一種東西 它是可以被雙軸的解釋的 而且兩邊解釋都成立的 那也就是說晚事這個功 它就功能性來講 它確實有可以帶進兩類不同詮釋的人 進到同一件事件裡面 然後甚至可以進行溝通的可能性 那這裡面是不是有一個轉折 這個轉折就是 但是不是因為你的晚事概念 有時候給人家有一種感覺是 好像有一個主體 它故意去做某些事情來晚事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好像又跟你要講的東西 有時候又不太一樣 就你自己在發揮這個概念的時候 一般人都很容易從這個主體的角度 然後我故意講一些修飾性的說法 然後來達成某些目的 但是好像你的這個概念 有時候用在的方面上是一個功能性的講法 就是說它有這個功能 但是不是主體它有這個企圖跟意圖 就這意義來講我就覺得就通了 那但是要怎麼樣在你表達上 不要讓人家有這種好像是一個主體上 它故意明明知道我不是沒有神聖性 我故意好像營造一個神聖性來講 這個就有時候就不通了 那但是我覺得好像 如果你把它這個表達上去除掉這個 直接講它功能性上 它可以產生神聖性的引導 然後產生這些功能 但是不是一個主體它意圖上的 我覺得這樣是通了 你這樣講我自然想起來 其實我有這樣想 我自己都忘了 就是我那時候講晚世的時候 我還同時講兩點 就是第一個就是雙重真實 我說晚世的目的就是促成雙重真實的存在 那你剛剛是說 甚至可以讓雙重真實互相溝通 我覺得就是 的確我 是是 後者我講不到 那雙重真實我講不到 就是晚世是讓雙重真實可以同時存在 那只是其中一面 不太希望它太突顯 所以需要晚世 那另外一點 我那時候 我記得文章篇名是 晚世的慣習 也神經狀態 所以我說晚世是一個慣習 所以它常常是無意識的 就像我說 講明明其實是無意識的 我也沒有故意要把請坐成有限 可是 我就習慣就是這樣子 然後廟裡面去 這個我可以拿一個手環 多少錢 隨意啊 這其實也是 是覺得 也不能說它是刻意的 它可能就是一個 過去也許有人創造出來的 可是後來的人就習慣性了 非常有慣習的實踐 他有點忘成是無意識的 而且也是因為無意識 它才能真正發揮它的功能 不然 我知道我是故意的 我就會知道 這裡面其實是 不太能夠的 所以我其實 自己也沒想很多 我就是會這樣做 所以我說 就是因為它是無意識的 所以它 你無意識使用它 它其實也意味著你的內在裡面 因為你是已經內化 那個無意識的慣習 所以我剛剛提到 晚世的時候 它 它是把一個神聖跟世俗的層面 同時存在 也是把世俗在那邊壓下來 所以我們也會同樣的 當你在無意識使用慣習的時候 你也無意識把世俗的邏輯 或我剛說的世俗理性 在你內心把它壓抑下來 那你無意識的壓抑世俗理性的時候 你才會對一件事件 無意識的 直接的用神聖理性去解釋它 說那個是神機 也就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自己才會相信它是神機 不然你自己是有意識的選擇的話 你就不會真的相信它是神機 所以我先兄弟 蔣哥提醒你的我 因為我文章選人去我自己 要回到初中 回到初中 原來就是用伯地武出去講這個 對 對 晚世的概念 剛剛張平老師提到說 我從伯地武的那個 他那個英文怎麼 Uology 不是英文叫做 Uthermisen 因為他是來講 對 他來講基督徒 在這個 在奉獻的時候 他講基督徒裡面比較黃金 就是他 就是他 他也比較用經濟 他把它變成一個雕塑 比如說黃金好了 他變成一個雕塑 那變成一個雕塑之後 他就一個雕塑 都是一塊黃金 嗯 這難過 對 他在這個時候 我們這個概念 所以我從他那邊 就不要跟啟發說 對 那個是啟人 他變成一個雕塑之後 就不是那個錢 所以我對他這個時候 用這個概念 然後我覺得 對我來講 所以我就把他拿過來 然後用到無緣性感 裡面的一些 現象創意 可是張平剛剛講的禮物交換 我們民間都叫 Gaaf Gaaf Gaaf是日文來的 對 Gaaf Gaaf 日文來的 日文來的 所以那這個 你說本土智慧它也不是 Ga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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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可以一下嗎 不要再露到管事 把我隨便提一位 怪喊 怪喊 Ga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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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國家的力量 要進到他們所謂 理想的秩序裡頭去 對 我覺得 這剛好是一個 非常反宗教的東西 或是信仰的東西 其實他就要把那種 宗教裡頭最重要的那個 所謂的野性那個 野啊 野外 那個東西一直取不掉 但是他透過很多所謂的 所謂的 現代的價值的東西 比方說 噪音啊 交通啊 垃圾啊 環保啊 用這些東西 來把它掐死掉 我覺得正好是 要消滅這個東西 消滅真正 我認為在台灣民間市民的最 我認為啊 我認為最有價值的東西 嗯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而去符合中產階級的 那個秩序 這剛好露出了 有所謂現代化的危機 或是現代性裡面 有最大的問題 所以我聽了 以後我就覺得很感慨 我說 我說 在人的世界裡面 我們不是正是要去 讓這些在所謂的現代的文明啊 它有存活的空間嗎 為什麼在都市不行 為什麼不能在都市裡面 創造另外原來傳統的草根的 本土的那些 你沒辦法 你可能現在覺得負面價值的東西 我們正是需要把那個東西找回來的 我個人一直這樣感覺 所以我是說另外一種 這是我的另外一種思考 就是說 沒有 它其實重要的是 就是用你的話 你說是要靈力生產 其實用我的話 就是要靈力生產 要靈力生產 要靈力生產 這種力量 不管它是來自於人的力量 或是人群的力量 還是人跟那個不可知的那個世界的力量 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們就是要去創造出另外一種空間 在現代社會裡面創造出另外一種空間 讓力量得以再生成 所以我是非常反對 應該什麼優質化那個東西 優質化運動 就是我的一個感覺 第二點我想跟你談一下那個 就是那個心意的問題 那個心意 好像那個其實很重要是一個 一個中誠的問題 中跟誠 誠誠誠誠誠的誠誠 中誠我感覺是中誠 或是你也講到前誠的概念 對 就是說如果如果這裡面去 再去思考一下這個東西 就是我比較感覺是有進到 人的那種內在 最深層的東西 最深刻的東西 那種那個部分 就是說 所以不管 你提到的各種不同的宗教形式 或是宗教活動的形式的改變 都是一種終界嘛 就是人的內在的東西 跟外在的東西 它透過這個中誠裡面 這個中誠它創造出那種可能的 象徵的空間 必須讓那個事情得以 或是你講那個靈力得以 產出的條件 我現在是用我的話來講你的事情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那個中誠的行動就變得很重要 那個用英文來叫做mediated action 就是說 我們透過這種中誠的活動裡面 去創造出那種 某種象徵的空間 於是讓你那個靈力的生產得以可能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對 所以我們覺得說 也許這是一個可以再去思考的部分 就是說讓你的這些 你所要處理的一些觀念也好 或者你要處理的問題也好 有一種 讓你有點你的心意 新舊的心 就是你有一些 一些新的東西可以出來 甚至於可以朝向一種比較理論化的東西 我不知道我是用過的感覺 或是我在 三千幾年做智慧堂的研究裡面 就感覺我們是可以去 去談這個 就是 就提到那個 我現在講就是說 那個去創造出另外一種 而這個優質外運動化 他剛好是要消滅那種空間 你懂我意思嗎 他把那壓縮壓縮壓縮 然後去回到那個秩序 那當他有秩序的時候 其實就是沒有空間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你要照我的路這樣走 所以大家標榜他很多的政策 是成功的嘛 那些數字不就是 一個很清楚的指標嘛 我覺得剛好都是反的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說 應該是值得去批他這個東西 我就學他一個人 謝謝 我們又還有一次大提問 我們就一起 那個老師好 那個政大民族學系的博士生 那個老師剛剛講的 在台南的那個優質化 那幾年我剛好很常去台南判任 也經歷過那個過程 到後來他們嚴格取締的那個過程 那老師剛剛的那個PPT 是講官方的態度嘛 官方的政策 那我會比較好奇說 那民間的是什麼 就是說其實以前的廟會 大家都會說 以前麵花也放那麼多 也很早就結束 可是一樣很熱鬧 那為什麼到了某一個時代 他們會開始用大量的炮場 去表達他們的 暫盡的那個心意 那這個轉變是什麼 民國七十年八十年 台灣更有錢的時候 為什麼不會這樣 那民國九十幾年 才開始流行這個 那官方開始有動作之後 或是官方開始有動作之前 明天自己的調適是什麼 又如果說他如果寫上 改革兩個字的話 那如果台南事是這樣做 其他縣市不是這樣做 所以其他縣市都不改革嘛 就改革兩個字變成一個 你本來不好我要改革你嘛 所以如果是用改革 如果我們換個字 譬如說是叫調適來說 是不是比較好 就是民間自己有一套調適的機制 譬如說脫衣舞的電電企劃 是脫衣舞在709809的盛行 它後來消失了 再出來變成那種 各種的改裝車的鋼管 那它也經過一個調適 那那個時候也有過觀光取締 可是它要另外一個型號出來 那剛剛老的老 老師講到那個林立生產的過程 需要靠這些眾人資源的機械嘛 那如果說政府以改革為口號去壓制它以後 這些假設它成功了 那它的林立生產需要的元素被壓制了 那它要怎麼再生產 它是不是也還是需要一個 它自己 它要再調適一個新的生產的方式 譬如說真的精緻量大件 燒香量大件 那它的林立要怎麼再去 有新的方式再生產 所以我會想想說 什麼一個問題 就是延續剛剛老師的提問 就是說除了政府以外 那民間自己呢 他們也會覺得說這樣放面炮真的吵到人嘛 所以我們應該少放一點嘛 我們真的不要放太晚嘛 因為現在後來 台南的改變之後 他們可以發明出那種沒有聲音的面炮 沒有聲音的煙火 它放出來有火花但它不會爆 然後它放出來是彩煙 是彩色的 所以它白天也能放 那就可以看到很多民間自己的調適 或者是他們怎麼樣從以前沒有這個現象 變成有這個現象 然後再變成被政府取締以後 自己要改變出一個新的面貌 來應付政府的政策 那我覺得民間自己的內部的思考邏輯 或許可以跟老實剛講的 政府官方的態度去做一個對照或是對 這樣 繼續 還有什麼 這個謝偉娃的演講 我是偉娃學妹 應該很早以前就聽說他的林歷經濟 那今天 不過我今天是第一次從頭到尾這樣 這麼完整的聽到這個關於林歷經濟的論述 然後我也覺得非常的厲害 真的非常的厲害 那那個 不過我剛好就是接續一下那個 就是袁芳老師跟那個崇俏俊的那個評論 就的確我剛剛整個聽完的時候 我在我的筆記本上面就寫了一個 一句話就叫說真的很厲害就是 可以把林歷經濟轉化成一個 宗教改革的論述 就是事實上的確是 好像我們整個聽起來 尤其是你的整個架構 但是怎麼講我其實真的會滿覺得是 宗教改革很有希望 就是 因為確實就很有希望 好像這樣 令人家老師說 可能以後我們可能就會真的看不到 那個放兵炮或什麼的 對 不過當然有希望的意思也就是說 可能你的立場會有 有點太文化的立場了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好像是 真的就像楊芳老師講的 是不是壓縮掉了那個 那個民間的那個空間 那個調節的那個空間 所以那我就從這裡開始 就開始有一個其他幾個 比較小的一個問題 就是事實上就像中山群講的 其實民間也會有可能他自己的調節機制嗎 所以這整個過程事實上不可能是平順的 他不可能只往一個方向走 他一定是兩個力量的拉扯 然後剛剛那個七老師 你們在談完事的時候 其實也講到兩個真實的問題 那如果說這整個架構 會讓我覺得有點不舒服的話 會大概就會是 這兩個真實當中 你似乎是過度強調某一部分的真實 而好像去壓抑了另外一個真實的那個論述 那我就舉一個 就有一個就是 就是關於晚世這個概念實在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趣 就是他的確就是一個終界空間 然後也的確就是不是那麼容易掌握 而且我相信他有他的那個文化性在裡面 那當然就是Watkin在談那個 那個紀錄新教的改宗的問題 事實上一直不斷就是要碰到這種心靈跟物質 這兩個意義就用你的話來講 就是這個意念跟這個心意吧 跟那個物質性的這個兩個東西的衝突 那他用了一個概念叫客體化 其實我覺得跟這個玩世是有點像的 那他所謂的客體化其實有一點 就是基本上就是製造的那個空間 那這個客體化本身 他就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為基礎的一個過程 所以如果放在這個脈絡來看的話 那我先講然後他在談這個整個過程 就是整個終界的整個改宗的過程 事實上他用的就是 Lightward Purification的概念去把那整個改宗 視為一個進化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說你要怎麼樣讓你的信仰 從兩個合在一起然後製造一個 一個最後非常pure的一個信仰的那個程度 那這個過程是充滿爭議的 而且是兩個不同的那種意識形態的爭議 所以我的想像是如果這整個架構 可以不要那麼只偏向一個方向 就是不是那麼往那個文明化 而且最後還要就是大家都要達到 宗教改革的那個程度 而要能夠把那個 把那個民間的調節的那個層次帶進來的時候 可能在晚視這個概念上面 是不是最後晚視會往哪個方向走 可是大家都想要達到那個目的 但可能達到那個目的並不是那麼順暢 而且有可能我們永遠都達不到那個目的 我只是用一個想像的方式去想像那個可能性 所以我真的覺得那個晚視的概念其實是非常的關鍵 然後第二個小問題其實是我覺得那個 你談那個廟宇的時候 那個廟宇的公共性還有那個 我有點不是很同意你談那個商業行為跟那個 的那個論述 對我覺得第一個當然就是這個 信徒當然不會因為說 他們不是屬於那個共同體 就不去扮演的鳥 這個我覺得這個前提就不太對了 然後當然也不可能說因為商業化或什麼 就會真正的去影響他們的整個傷害 他們的結構性 我覺得這兩個好像就真的是 讓我覺得不太不太make sense 對 不過可能更原初的一個原因 一個可能比較重要的關於廟宇的性質 因為我也是郭老師的學生 所以我大概也有聽過他在講那個澎湖公司 就是關於用廟宇來做的 用一個公司的概念來談那個廟宇的 那個組織的一個概念 那我的印象是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是 他確實是把公司當成一個法人團體 而且是非常清楚的 這個法人團體 他是有別於祭祀圈的共同體的概念 那所以這個如果這樣子看的話 事實上你所舉的一些例子 包括子南宮他作為一個股份公司 實際上是非常符合所謂的法人團體的概念 那如果從這個講過來看的話 是不是我們剛剛 我剛剛覺得不是很make sense 那兩個前提其實是刻意有一個 另外一種解釋 好 我就先提到這裡 我要再補充一個 對 因為也是這個我覺得比較 我覺得聽起來有點那個 所以你一直說那個比較簡單 就是如果說拜拜 有一個物質的東西表現 這個比較簡單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有一點 不是很那個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經常看到 就改宗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做的紀錄教改宗的研究 那改宗的人百分之 尤其是我們苗組 大概百分之百都會這麼說 就是他們就是不想要那麼複雜 就是覺得你要準備那麼多貢品啊 要這個殺豬啊 要做什麼啊 然後要去找鬼師啊這些 他就是不想要那麼複雜 所以他才有改裝 對 對 我覺得是 就滿好相反 對 對 謝謝 好 也好 我從最近的印象 就比較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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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興奮 他指的是說 不用那麼嚴肅、專注、用心肌跟神功 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方法 同樣也表達了我對神聖前程 這跟你剛剛講的那個時候 我比較太麻煩 我覺得這兩個不太相同的問題 這個或者你剛剛說 對 我又怕一下麻煩問題 不要那麼麻煩 就是越來越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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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是有關 有關有關有關 這個是有關的 這絕對是有關 對 因為他涉及到說 我這個東西如何能夠表述我的心意 對 那這其實就是科技化的一個最重要的 對 不過我剛剛說 他會理性化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是可以觀察的 因為理性化程度很高 我對我來講就是比較辛苦 可以用各個物質的話就比較容易 那是神的抉擇 這個抉擇就會牽涉到你 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或微社環境裡面 所以應該這樣回答 所以你講的應該跟我們講 是同一隻事實用錯 再來 那個 先這樣說 宗教改革這個詞位 我剛剛開始講 其實 我從官方的角度來看 哪有可能叫改革 那我只是從一律經理的角度來看 就是談說 這些改革 從這個角度來看起來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事情 那它可能成功的地方在哪裡 不過它的困難可能在哪裡 所以我本身其實沒有說贊成或反對 OK 但是 這回到剛剛 李老師講的那個 最大的一個好事還是壞事 OK 但是 可以確定了 老師這樣聽到說 就是 的確 國家力量比較強大 我們可以 因為它可以用工具很多 所以 如果我們要從評判組合看到的話 我 他提到我時候那一篇 心靈看出文章 我把這個象徵暴力 對不對 政府也有個象徵暴力 所以它可以使用的手段很多 而且它很 它首先很容易就拉動那些 龍頭大廟 來配合它 那這些龍頭大廟會起一個示範的作用 所以我覺得國家是比較佔優勢 那這場事還是壞事呢 這個 讓我想到的是說 當我們面對科技文明帶和 人類社會的併端的時候 我們可能寄望於 藝術 音樂 文學 來拯救 現代的龍民 對不對 那也許 從這角度來看的話 也許剛剛宗教的理性 對人類龍民的發展 其實是有幫助的 所以也許 不應該被壓抑 從這角度來看的話 也許應該是這樣子 不過這是一個恐怕的 就是一個哲學問題 這個 余老師 這種專業的問題 這樣過來 清楚談這個問題 或可能 聽你的 這個教導而已 你要去 去詮釋它到底好不好 那 剛剛 有提到一個 民間教師的問題 剛剛跟我們正大的 博士班同學參考 的確 其實我自己還沒有很深 去 去 我這個作為直接 出乎的討談 沒有很深入去瞭解 民間很投資的問題 但有件事情 我覺得值得 令人產生一個 誒 有趣的地方 就是 當 台南市政府想要去 要聽他打字 血本 樹來 讚揚他的豐功偉業的時候 找到一個問題 就是廟宇拒絕配合 他怎麼接著配合呢 就是 廟宇覺得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比如說環保 你把它寫成自己的功勞 廟宇覺得 那是我們自己的啊 為什麼自己的功勞呢 我並不是因為你 特別宣導我才這樣做的 我是自己想這樣做 OK 廟宇的確 他本身 他面對這個時代的社會轉變 他自己有些想法 因為裡面的主世子 我剛剛提到 有些可能是很在地 都口罩中下基層的 可是有一些 他可能是 在商界很有成就的人 他可能是 資訊接觸比較多的人 他有他的想法 所以廟宇本身 的確會在做各種事情 本身有所謂調試 當然 剛剛這個改的對不對 廟宇本身就是調試 那 他怎麼樣調試 然後 他只能夠呢 能夠維持他才是 的臨力成長 這個效果 的確他是只談 我們去 去好好地看他 這當中他會使用什麼邏輯 來解釋他的調試 我覺得也是 值得去瞭解 所以 的確 這個 這個部分 我還 我還需要再去 做一些研究 因為去年 國歌教我們過 所以給我注意的一把 但是 等我注意來了 我就會開始做 好 好 好 那 呃 還有那個 好像 嗯 喔 對 所以 劉老師有談到 劉老師談到 會比較 讓我覺得 值得深深 那關於那個心意的問題 還有各種實際的這種中間行動 來 那種立場的可能 我覺得 用一個 另外一個 找到另外一個說法 來看到我剛剛講的 理念經濟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 還有啟發性的 齁 但是啟發性就代表 需要好好思考一下 啟發性 好 關於那個 心意 跟忠誠 跟內在 這部分 我目前的想法 就知道 哇 是不是一種 讓人更容易地 跟神溝通的方式 那 接下來 該怎麼想 這個想法說 剛剛有聊天 要透過口型的 落盡對不對 來跟神經濟溝通 我覺得 好像 就可以有這方面 去想這個問題 好像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 有很多要信心 可是不在我目前能夠 目前能夠 談到的方圍 但是都很有趣 沒有去想他 對 我就補充 不用說你說 那個繞進 媽祖繞進 你用那個 李鳳老師那個 長根非常的概念 我是有另外一個方式去理解 就是說 你看他透過這個宗教的活動 或是儀式 他是創造出那個空間 我們原來是被壓抑的 被禁止的 不能做的事情 但是那個空間創造出來 我們變成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是覺得 當你把那些 當市政府 用這種運動 他是一直要 一直要把這個空間 壓縮壓縮 壓縮到人 根本活不下去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反而在現代的都市文明 我們更要去創造這種 非常的空間 讓人可以活得很好 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所謂的 那個文明的代價 其實對著我們的不滿 就是要我們要抵抗的東西 謝謝 我簡單來講比較回答這個 因為我在看看萊莎屯 馬祖鏡像的時候 我是小小參考一下看一下 你會看到一些 在各場生活裡面 不存在的人跟人之間的信任感 但在內奧金場裡面 那個信任感卻 讓人覺得很溫柔 那東西可能就是一個救贖 對 現在我們一個救贖 就存在在那裡的地方 對 裡面玩的研究就是在哪裡 裡面玩 好 我們在今天那個演講 都不知道時間很久 那我就很高興大家 各位很鮮辱的 大家歡迎你們介紹 那我們最後一會兒 來鼓掌來謝謝 謝謝大家 也謝謝大家今天參與